各位各位聽好 各位老師 各位學者專家 還有我們民間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所有的 我們的議員還有議員的辦公室主任 還有我們在地的相關的理想們 也都到場了 非常感謝大家出席今天的會議 我想我們今天最重要 我們都要就是把這個爭點來釐清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暢所欲言 我們不要下結論 那拜託很多的專家學者 還有民間的有人 都給我們事業務多多指導 那我們希望最後的這個會議的發言紀錄 在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會盡快的呃 呈給文資委員來做一個開考 我們一切呢 照這個程序 我希望呢 我們有這個任何這個 任何地方如果是有軍事者 請大家多多聽我們這個支持跟鼓勵跟指導 那我們今天的共進會 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我們有兩位 我們民間推薦的這個結封主持人 那第一位就是我們的王寶瑄專員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年紀的代表 那另外五位就是我們的這個 光明參議委委委會的呂家華旅委員 對我們民間推薦的 那余會我想這個 嚴若花議員提到現場 跟大家指揮一下 還有我們幾位很熱心的這個 這個旅長 好萬華旅的青山旅 呃李昭成旅長 好 揮揮手一下 還有我們福經里的李黃鈺跟旅長 好 感恩 還有中正區的黎明旅的 正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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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王國輝會長 我們中正區的會長 好 感恩 還有我們光布林王立美旅長 還沒到場 好 謝謝 還有我們很多的文資委員 好 跟老師 都已經到場了 我也一一介紹一下 我先介紹我們謝佩妮 我們文化局局長 還有我們林正吉的代表 好 我們紀要秘書 零零零號 還有我們林中平局長也到現場了 好 我幫你介紹 好 還有我們的米富國老師 呃 新環夏老師 還有山清晴老師 劉淑琳老師 薛琳老師 還有王台生委員 呃 李永桿委員 黃俊雄委員 胡聲明委員 還有我們的 許天本教授 呃 黃豬妹教授 也到了現場 呃 謝謝您 還有我們的 郁道清教授 呃 還有 張關聖委員 也到現場了 非常感謝您 還有我們 呃 議員的助理 何志偉的助理 也到現場了 這 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哦 有沒有在旁邊 好謝謝 還有許圖華的助理也到現場 還有陳永德議員的助理也到現場 黃向勳議員的助理也到現場 還有我們劉耀仁的助理也到現場 我們李進鋒 議員的助理也到現場 還有我們顏洛芳 剛剛已經介紹過的 好了 太長得太美麗了 所以剛剛有點認不出來 真的 好謝謝 好 那我想呢 我們今天哦 好最重要的是說 等一下開始的時候 就是背景的報告 由我們本土的文化局 呃 為主要的報告人 然後呢 都發局跟交通局 再做補充 30分鐘 那民間團體的提案人 也是30分鐘 好 就是很最等的 好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不要做人一聲攻擊 就是盡量提出問題來 好 提出你的提案 然後我們很理性的 凝聚一個共識 然後過來呢 就是爭典的明星 那爭典的明星 這部分我就交給 我們兩位 這個協同主持人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還是 希望是登記發言啦 因為 登記的話 我們可能比較好 好掌握這個秩序 就第一位發言 第二位就在旁邊 先等候一下 這樣可能 我們還有辦法 在10點 這個 做一個結束 好 不過剛剛好 我們的公民參與委員會的 這個副主任委員 楊世慧 好也到現場 好 大家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老朋友 他跟我說 今天好 我們要讓大家唱所語言 所以今天如果說 覺得時間不夠的 我們可以再擇期 再延續開會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是 大家都可以講 但是說時間 可能要稍微掌握一點 不要太久 那盡量是10點 結束 但是如果10點沒辦法結束的話 我們希望擇期 再延續開會 可以嗎 可以了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開始 今天的這個報告 議員客氣 其實議員客氣都說不用 不用發言 他們是來請經的 好 那有沒有 好 那這邊報告一下 今天的會議目標 還有整個議程設定 首先今天的會議 是因為其次的文資委員會 裡面承諾 其實承諾說要搭建 一個跟民間溝通的題材 所以我們今天 在這個會場上面 希望把一些 在文資委員會 演出出來的相關證明 在這裡 透過一個比較公正的 制度設計 讓民間的提案人 原體保留案的提案人 跟同邦這邊 一起通過發覺審查的案子 一起來做一個更清楚的 討論跟提起相關的事實 那這些今天討論的 這些證諫的文資委員會 之後 我們會會整 然後送到文資委員會 所以三景 到底三景堂庫 最後的牽液保留 與否 還是交由 下一次的文資委員會 來做證查 今天只是就 當時在文資委員會 上一次會議裡面 提出來的相關證明 做一個釐清 因此在今天的應成 設定上面 呃 上次的文資委員 最後其實是把 整個十幾個方案 濃縮成三個方案做比較 一個是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都發局 呃就是我們 市府已經通過 都市計畫審查的 第二案 遷移保留案 以及 第五案 還有第十一案的 原地保留案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 公主會開始之前 也跟民團還有市府 做了很長期的準備程序 去確認 第五案可能 並沒有代表 要幫忙辯護 所以最後在今天的 整個議程設定上面 我們就是由我右手邊這邊的 五方的代表 來呈現 第二案 遷移保留案的 相關的論述 以及 整個地域的分析 那我們由 原本的第十一案 原地保留案的民間團體 來作為 我手邊這邊的代表 去就原地保留案做一些說明 跟一些 呃辯 那 這是兩方 我的左右兩方的 的組成 那同時我們今天 非常的謝謝 有非常多的文資委員 以及相關的 補得不管是都發的委員 或者是相關交通的 專家學者們 來我前方這邊做成 我們今天第三方的 公正的專業人士 所以在整個議程的 進行當中 如果有相關的爭議 我們會非常希望 其他一位委員 跟各位專家 可以給我們一些 相關的意見 去讓我們在這些爭議上 做一個更好的聯繫 以及更專業的討論 那 很感謝大家 來當今天的公正 第三方的專家學者 那最後說明一下 今天的議程 就是我們事先的準備程序 也理清了今天 主要要討論的 兩大爭點 第一個部分 是有關文資的部分 那這邊可能包含了 第一就是 螢幕上你們會看到的 相關爭點 理清的 的 相關的議題 那你頭上會討論 包括 三級文資保留的意義 以及整個歷史建築保 的方式的比較 還有整個區域 西區門戶計畫的整個 歷史建築群的整體的那個 文資意義的比較 以及第二大爭點 是有關交通安全 跟整個行刊 動線的部分 那這邊我們 呃 跟公告不一樣的是 多加了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民團 原地保留案的 那個確認 因為我們發現 在官方跟民間好像 有一些出入 那我們會先做這個 確認之後 再去 去釐清現況的交通需求 以及最後去確認 到底民團的 原地保留案 在交通上的可行性 以及相關的利益 還有 營運動線的比較 所以這是我們 今天的針點的釐清 那所以在整個 針點釐清的過程當中 我們原則上是 不限制發言的時間 但是每個人 發言三分鐘的時候 還是會按鈴 讓大家大概知道一下 已經用了很久的時間 那是期待說 透過兩方的 真的 也值得 去把這幾個針點做釐清 那同時如果各位 大家覺得 如果對相關的議題 有一些指教的話 都歡迎隨時 舉手表示發言 我們的公務人 會做麥克風到各位身邊 所以各位隨時 都可以發言 給我們做一件事情 跟指教 那至於與會的其他團體 跟其他的人員 如果要發言的話 請麻煩到我們的 那個這兩個發言的位置 就是麥克風的地方 那要跟誰登記發言 可以去以下等嗎 可以請跟這位 文化局的工作人員登記發言 然後就可以到 那我們就會再請大家 就是邀請大家 來針對我們討論的議題 做相關的發言 但真的因為 深點的釐清 這幾個議題的討論 之間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 跟我們討論的議題 寬的 我們可能就麻煩 就是不要再 再給大家太多時間 不然我很擔心 今天的理務會討論完 那就真的再拜託大家 多多配合 那我就報告到那邊 謝謝 謝謝寶宣 我再補充介紹 我們中正區經理理長 何國榮 也親自到現場 來拍拍手 還有我們 憲察議員的助理 也到現場了 還有戴琪清議員的助理 也到現場 非常多議員的關心 那我們先開始 請文化局 我們的副局長 田偉 田副局長的報告 我們的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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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偉 田副局長的報告 好 感謝各位 那今天我代表市府的部分 先來說明一下 整體西區文化資產 保存的一個做法 麻煩下一位 我們大概會分四個方面 再對大家進行一個說明 麻煩下一位 我們先用文化資產法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在西區盟墓計畫周邊 大概有兩種建築物 那一種叫古蹟 一種叫歷史建築 大概從四個標準去判斷 包括平定 保存 修復 以及是否牽引 這四個標準來看 大概古蹟是比較強制性的 那工法及保存型貌當然要更慎重 那也需要經過國家的審議委員會來審查 在歷史建築上面 我必須跟大家報告 它本來就是一種登陸制度 那我們是不是 其實它是希望有更多的保存 再利用的空間 那我們也建議的是 它其實是有彈性的做法 而不是那麼強制性的 好 麻煩下一言 所以在這個原則上 如果以北門為核心來看 它的300公尺範圍內 有六處的古蹟 有四處的歷史建築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每一處其實在這個地方 都是依照法規逐步來做保存在利用 那我特別要強調的 大家看到台北工廠 其實它經過移植 它是移開再移回來 那也沒有在完全 是原先的土地上面 那跟大家報告的是 這裡其實要提到的是 山景倉庫這個歷史建築 它其實並不像文資法32條的適用 不是那麼嚴格的規定 可是市府整體來說 還是重視山景倉庫 所以才把它從頭到尾都送到文資會來做 一個是否牽引保存的一個討論 麻煩下一言 那各位要看到的這一張 要讓各位看到的是 從101年的5月7日公告 這是一個事實的資料 但是重點不是這個 那我想跟大家說明的是 從98年的3月 最下面的一個部分 跟98年的9月開始有會攤 那在實際上的會攤記錄裡面 我們也查到了 其實在98年3月第一次會攤的時候 就委員其實已經提出來 那是不是要配合將來整體的 西區的一個發展做一些考量 那也談到了 遷移是其中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從98年的9月 各位看到一直到100年的3月 其實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那跟其中有幾位老師 其實也在我們的網路上有質疑過 為什麼沒有調查 事實上有調查 跟各位報告將近一年的時間 其實是請黃世娟教授做了一個山景倉庫的歷史調查 那這個部分 連同會刊的紀錄以及相關資料 都送進了100年的 我們看到的 第36次的文資委員會 那在101年的5月登入公告 麻煩下一頁 那剛才的相關資料 所以才會整理出來 所謂的登錄與旅遊 包括附帶建議的部分 所以他不是沒有來源的 我要跟大家說明 他都是依據相關的調查資料 以及所有會議的經過的討論才做成的 那這也符合文資法相關細則的規定 好麻煩下一頁 那在整個調查跟整個資料的提供上 其實是累積不斷 當然除了依照剛才的法規以外 有哪些累積 然後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麻煩下一頁 那當然包括了我們99年那時候出來的一個 黃老師的調查 那他可以確認大概在歷史的部分 在建物的一些結構的部分 有過基礎的一些研究 那到了102年 今天玉老師也在做 就是委託當時他這個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做了一個比較廣泛的 就是北門周邊包含了山井倉庫的整體發展的一個建議的計畫 那接下來其實在整體的一個解體調查中 調查還是繼續的 麻煩下一頁 那我們也感謝各文資委員 包括文史團體 在這段時間也不斷提供我們一些相關的資料 這些資料我們都收集著 那我要講的是麻煩下一頁 在這些資料裡面其實大概 當然有不同的論點跟觀點 有不同的感覺也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很重要的一個大家都大概認同 這個山井倉庫是日治時期三線道上的一個重要的結屋 它跟交通之間特別是鐵道的倉庫之間 是有相當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是不是可以先看一下那個籃字的部分 其實山井倉庫它最重的意義應該是北山線上的三種牌樓街屋 而不是單純的一個北門轉角上的絕對位置關係 好麻煩看下一頁 那另外一個其實可以證明的部分 它還是在講說山井倉庫就是北門城外的格局 就是當時發展的一個格局 當北山線的陸府很重要 那三線道的齊樓我們也必須說非常重要 但是它可能不能完全代表的是像 山井物產諸事會社舊下這樣的一個地位 我所謂的它的地位應該是當時政治經濟發展史最重要的一個代表 那兩個之間它應該是有不同的關係 麻煩下一頁 所以在以上的不管法律面或是調查資料裡面 大概證實了幾件事 就是山井其實到這個地方它的基礎調查已經是完整的 那該有的原則的資料大概也都出來 那北門周邊跟山井關係的一些研究跟步驟大概也清楚 另外它在這些市政上也提供大家一個論述的舞台 那也提供了經濟發展跟交通發展下面的一個公開討論的資料 好麻煩下一頁 所以經由以上不管法律的或是我們的調查或是相關資料的 大概開始做一些比較跟聚焦 那比較跟聚焦的工作其實要跟各位報告還是經過公民參與的過程 好在104年以前我們其實已經看到有5次相關的工作坊等在討論 那當然104年以後包括獨發局接手以後 我們也看到還有4次在進行 那一直到文資會的討論 其實大概提出了11個方案 好麻煩下一頁 剛剛那一頁大概有一個第2方案 就是這邊市府提出來的 好麻煩 在慢慢的聚焦發展中曾經提過一個第5方案 然後最後在上次大概民團有提出了11方案 好那當然我們都予以尊重 然後看下一頁 那站在市府的立場還是主要跟各位報告方案2的一個部分 跟大家講一下那我必須對郁老師還是抱持著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所以他當初提出的方案我覺得他是有論述的 那他依據的方案據我很詳細的去看的 他主要是2011年UNESCO的關於城市歷史景觀的一個建議書 那這個報告也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104年的3月27號曾經送到文化部做審查 那也經過當時3分12的委員同意修正後通過 那上次我也跟黃英黎老師報告 他也在當時的審查會中 那他也了解這件事情 好麻煩下一頁 那要跟大家講的是 在整個歷史軸線 不管是時間軸或空間軸一下 請大家先看一下右上角這張圖 我要講的是 各位如果今天從北門看出去 在重慶南路與博愛路之間 應該還看得到這樣的一個景象跟建築 所以北門是一個重要景點 以及北門廣角的存在的必要性 其實我覺得包括郁老師是有他的基礎的論述的起點和想法 麻煩下一頁 那在整個資料的集中裡面 我們也看他慢慢的把中邊重要的 包括郵局 包括鐵道部等等 包括遺址等等的位置都 跟現在跟以前做一個比對 那山景倉庫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可能就在戶城和上面 那這是一個時期 那慢慢的衍生到麻煩下一頁 可以看到其實山景倉庫在日據時期 大概就是在陰景組這樣的一個位置 所謂的陰景組 我們去看了一下 當時的建物其實跟現在的山景倉庫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敢確認他是不是就是同一個 但是我們可以相信 是不是他應該就是 證實一件事情 就是北門周邊建築物的發展 似乎是有相對關係的 每一個建物的發展因時期的不同 並非完全的絕對性 第二個是山景是位於台北府城外 連接面接屋 這是不可否認的 再過來可能是顯示了鐵路倉庫的連結重要性 麻煩下一頁 依此市府及提案 為什麼覺得山景可以移 那跟各位報告的是 山景倉庫的遺囑 仍可以保存其歷史的意涵 第二點大概是在遷移位置上 仍然在清泰台北城的北門外 沒有大幅的改變其地理方位 那建物仍具有歷史的見證性 第三點是 移植後的基地 腹地較大 也可以做較完整的利用 那包括北門廣場的腹地 也是完整對稱 還有歷史住進會被清楚的看到 麻煩下一頁 那現在98年到現在105年 我們必須說山景倉庫 在鐵路局時期沒有受到保存 得很好 那不管以後麻煩下一頁 我們整修的時候 它是一定要經過解體調查 那是不是也給我們一個機會 把它引到一個重要的節點 讓它跟周邊的關係更緊密 然後更好使用 也更代表Info House的一個新的概念 麻煩下一頁 那裕老師的理論 其實這個 城市警官HUL在說什麼 其實它就是一個政策的 實現跟環境保護的工具 它也在重拾新的一種 創意跟老城區之間的活力關係 麻煩下一頁 所以其實它是有一些 必須要達到行動綱領 包括 廢製地圖啊 權利義務者關係 考量社會經濟壓力 還有訂出保護跟開發的一些順序 那市府有沒有做呢 馬上看下一個圖 好不好 那其實市府在這個上面 請各位看到 在這張西區門戶的圖裡面 它標示了自然綠帶文化資產 跟都市發展的一個整體想像 其實它也指出了在這個周邊 每一個文化資產的特性 而且它也考量了經濟發展跟交通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它有提出一個首都國務館文化圈的一種想像 麻煩下一頁 這是第五案 讓有一些學者專家還是希望能保留南北向的廣場 但是這個東西 剛剛已經講了吧 山景就孤立在福島上面 麻煩下一頁 最重要的是方案11 當然也請各位能夠再考量 它當然有原子保留 具現況的一個真實性 但是它真的也有它的缺點 那我講一下最重要的可能是 其實在這個裡面 它要犧牲的部分可能在北門 那北門當然 土地定著的範圍 那個紅色的圈子裡面 是現在北門的土地定著範圍 它一定會有一些被取捨的部分 那北門也成了一個東西向的孤島 那剛才所謂的歷史路徑 當然是會不存在 那我們還不要談到 其實山景跟道路的距離還是非常近 好 所以麻煩到下一頁 那中上 其實歷史建築山景章固域 是一地保存 在區域景觀 以及它文化資產價值 以及在利用上面 其實我們都有去做過一些想像 那它也符合了歷史都市景觀的基本規範 那只希望大眾 能給我們這一次的一個想法 或是這一次的計畫 一個新生的機會 也給山景保存再生一個新的機會 謝謝 文化局的副局長 接著 好 文化局補充 接下來由發展局 接下來由發展局這邊 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整個西區門戶計畫的這個整個案子的由來 那這邊還是要強調整個西區的門戶 下一頁 整個西區門戶計畫其實是建構在 我今天的簡報內容 大家會跟這幾項跟各位做個說明 下一張 整個西區門戶計畫的一個建構跟願景 其實它不是憑空而來的 我必須要先做個說明 下一張 那我們認為西區門戶計畫在這裡面 其實它是展現整個台北西區的一個願景 那我們認為說在這樣的一個方面下面 其實西區門戶計畫不是只有台北的西區 它是整個台北的官在看這件事情 它包括的內容包括一些生態、歷史地景、人本交通、多元文化跟產業發展等等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考量的內容 整個計畫我們稍微複習一下這個地區的一個脈絡來看 在整個清朝時期的時候 其實北門就是一個三四階時期的時候 最重要往北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道路 它跟城內的關係基本上是不可分的 那在日據時期的時候 基本上拆掉城門之後 鐵路從旁邊經過 那在這樣的一個關係下面 其實這個北門的部分形成了一個圓環的一個概念 那在後續下一張 在後續的部分國民政府來台的時候 其實整個的一個都市的發展 把這一整個整個這個範圍裡面 全部都切割粉碎 都做一些破碎的一個切割 甚至因為交通的關係 讓每一塊都成為一個孤島 那在那到目前為止 其實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裡面其實充滿了一些歷史建築物或者是古蹟等等 那如何是把這整個的一個破碎的一個紋理 重新再做一個整合縫合 其實是我們這個計畫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提出了幾件事情 來看這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希望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門戶的範圍裡面 它其實是需要一些路段跟廣場的空間 重新把這整塊破碎的一個這個道路等等 做一個縫合跟整理 它從西區的部分可以大達淡水河 往東的部分 外來可以希望可以銜接到華山 那我們也針對現況的直代做一些調查 它裡面的這個植物種類其實是非常多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下一張 所以我們希望其實 我們希望在這這樣子的一個地景的呈現上面 其實是生態多樣性的一個方式 從火車站的東邊一直延伸到淡水河 這是我們大概在生態上面的一個想像 那我們不只想像的是這件事情 我們也在談這個地區的一個視野 地標連續性 包括譬如說我從台北 從新北市過來的時候 怎麼樣看待整個西區的一個門戶計畫的一個概念 我們從台北火車站出來的時候 怎麼樣去看這整件事情 其實這是一個地標跟連續性的一個概念跟想像 所以我們會去做一些視覺上的一個分析 包括廣場要如何留色 包括你的建築物要如何做一個處理 其實這是我們在想像的一個這個範圍之內 那我們也我們也強調 我們也知道這個地區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人型環境的其實不是非常的一個順暢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也提出來一個山坑plaza的一個概念 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現在所處的一個環境 其實它地下街非常的一個混亂 在裡面其實是非常的 你搞不清楚方向感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畫能夠 做一個山坑plaza 讓整個地下街跟人型動線做一個結合 那這樣是不是達到人本環境的一個概念呢 下一張 不好意思 那這個部分大概是在談整個西區門戶計畫裡面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古蹟跟歷史性建築物 我們都標示在上面 也就延伸到剛剛田復所講的 我們是有一個這個博物館的一個概念在這裡面 那從交通上面來看這地區 其實目前的交通其實是南北向是可以串連的 可是我們希望未來長期的部分呢 下一張 我希望未來長期的部分呢 能夠把這個火車站的西側這邊 做某種程度的一個遮斷 這個當然是我們現在想像的一個部分 去把這整個南北向的這個串連的這個部分 做一個簡化跟處理 所以我們長期計畫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透過整個道路的一個系統 包括整個公車如何到達這個地方來 怎麼樣很順的去把人型引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未來在做的這個部分的公車專用道 不是以前是以人救車 而是以車救人的一個方式概念 所以八線道未來在這裡面其實可以看到 北側會有兩線道是公車專用道 南側會有一線道是公車專用道的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其實就是在造就這樣子的一個 人本環境的一個想像下面做處理 所以我們在整個規劃概念下面 不管是從生態都市的角度 或歷史都市景觀的角度的落實 或者是人本環境的空間的塑造 其實都是我們想要在這裡面表達的事情 因為也就是這樣子要表達太多的一個這個部分 所以我大概用這張圖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各位到剛剛那個地方去嗎 從西邊開始來談 不好意思 從西邊開始很快的說明一下 我們希望未來的時候其實在育泉公園會有一個跨題的一個提防 能夠跨到這個部分來 那我們在一萬一兔裡面其實我們也在跟台鐵局在談 未來這個前方的部分是希望能夠保留做一些日式宿舍或是古蹟的遺址 那當然這個我們的這個鐵道部是未來的一個國務館這個部分 這是非常明確的 那一直到我們北門 包括我們希望未來山景遷移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記憶倉庫的一個概念 所以整件事情在 再往東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的山坑Plata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已經跟國光客一定交好 那在六月底的部分基本上就會移圖 移到其他的一個地方 未來這個地方在短期內是一個大的一個平坦的一個廣場的空間 未來我們希望它有更有利這個地區的一個發展 那到台北火車站的時候其實現在 台鐵內部因為這個這個這個南港車站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以後高鐵就知道南港車站 所以台鐵內部基本上會把上面的這些所謂他們的班公區走部 會移到南港部分 所以整個整個來看整個的西區門戶裡面 它其實對未來其實有非常多的一個可能性跟想像 在這邊其實是會發生的 那在這樣一個條件下面 西區門戶計畫之所以重要 那其實它其實是縫合不僅縫合了基地內的各個基地塊 它其實對未來的後站的商圈 甚至於萬華中正 其實它會有一個復興的一個作用 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一直推這個西區門戶計畫的一個原因 那它未來甚至還是一個國門廣場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再做的跟各位再次強調 我們不是在做開發 我們是在做這個整個地區的一個環境的一個整備的一個動作 在我們下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市政府在做的部分有幾件事情 包括縱效療引道拆除 包括暫時性路行的施作 那未來其實六月底的時候國光客運移走之後 這邊會有配合做一個公車彎的部分 其實就是要讓這個地區的交通更為便捷更為便利 讓人可以在這邊自由的進出 那未來當然還有人行道拓寬等等 那我們希望山頂倉庫這個一致保存之後 能夠把整個都市計畫的這個路行做一個完整的呈現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動作呢 其實接下來這幾件事情是在跟各位報告說 這個下城市廣場的一個概念 我們剛才是希望下城市廣場的位置大概是在這邊 那未來希望地方還沒有再成形之前 其實屋頂是可以做一些這個綠化農田等等 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們對他的一些想像 其實在這計畫裡面還牽涉到工程 牽涉到這個通風口的一致等等 下一張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是說未來台北車上的改建 能夠在這個計畫裡面一併的一個處理 那未來上面就是一些微型辦公的空間 包括一些市民展演的空間 我們希望跟台鐵談到這樣的一個發展的狀況 下一張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是說在整個中向西路的北側 能夠做一些 能夠把現在這種高高低低的部分用緩播式的處理 建構一個長廊的一個人形長廊的部分 我們在人在工程上下的時候能夠非常的順暢 下一張 那這是我們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些模擬跟想像 下一張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其實在過程中我們有一些民眾的參與 其實剛剛提過我就不再談 下一張 那這是我們工作坊的一個內容 也是 我再跳過 下一張 那針對山景倉庫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規劃裡面其實 就像田復剛剛有講到的部分 我們是一到一百零一年這件事情 在看待這些 在看待山景倉庫 其實他講得非常清楚 是說 這個建築物的這個 這個保護跟再利用的部分 其實要配合整個北門廣場的這個行錯 來重新再做一個考量 我們的依據是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各位也會常常講說 為什麼這個程序上都委會先行 可是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是都委會的決議 他附帶決議講得非常的清楚 山景後續的保存方案 如果經過文資委員會決議 內容足以影響本案計畫決定才能 請市府重新檢討 意思是說 我都市計畫雖然先行 可是我基本上是尊重文資的態度 如果有任何的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都市計畫基本上要重來 所以這個部分是 在程序上 各位覺得好像不是很尊重 可是他其實是有一些淡數的內容 所以我們在看整個文資的程序上面 其實因為有這樣的一個附帶 其實我們基本上認為文資的審查 其實他可以就文資的部分去做一個考量 他是完全是沒有任何程序審查上面的一個疑義的 這是我們要強調的這個部分 下一頁 那回過頭來講 山景倉庫的這件事情 下一張 山景倉庫的這個部分 大家我就不再提 它到底是廣通運輸設的山景 還是山景注視會設的山景 可是就我們在規劃上面裡面來看的時候 其實它的價值有幾件事情 時空空間跟環境上面 我們認為 它的一個紅磚建築物的代表性 跟它的一個可以說明大道城霍雲站的這件事情 包括齊樓空間 包括它跟北門郵局三線道這件事情 其實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對應的保存策略在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把整個立面做完整的保存 空間形態上面做完整的保存 包括我們建議可以一致的部分 它是一個可回復性的工法 這個待會我會做一個說明 包括它整個跟中校西路整個文理的部分 我們再盡可能不破壞它的 不太大影響它的文化價值下面 去做一個保存的一個處理 下一張 那這也是我們 這個我就不再談了 其實這個 我們大概要談的部分 focus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這張是以前的一個老照片 其實它其實充分說明了台北郵局 跟博物館道之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規劃 其實可以把彰顯這樣子的一個 彰顯這樣子的一個 博物館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我也不再提了 其實我們在談的是 整個地區博物館的一個概念 那到底山景倉庫 我們是怎麼在對待這件事情 如果從內部裡面來看的時候 其實它的建築物的內部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它其實是必須要趕快 就被保護跟處理的 那可是它同時也是位於在 這個中度土壤異化的一個範圍內 甚至於它現在是在 捷運軌道的一個附近 在這樣的它雖然沒有 立即上面的危險 可是各位如果去現場看的時候 公車從旁邊80公分的距離 天天在那邊經過 其實對這棟建築物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提出來幾個方案 當然這個方案後續 還是要經過文治委員會同意 我們希望把這整個地面 做一個完整的切割評移 包括下一頁 包括我們希望處理的時候 把它移到旁邊市政府的土地上面 先做一個拆解編號重組等等 我們希望在這邊做這樣的一個 重組的方式的一個處理 下一頁 那我們也會把這整件事情 包括烏瓦的拆卸 把它拆卸下來之後 看有什麼可以再利用的部分 我們會盡可能把它保存下來 再下一頁 那最重要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 做一些隔證跟補強 我必須還是要在這邊說 山井沒有地下室 它只有一些基角的一個結構 這個從這個黃世堅老師的 那個報告上面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一致之後 能有一個隔證補強的一個措施 也就是說它的隔證層的下方 會有一個基礎地樑 上方的部分的話 會是一個轉換樑的一個方式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這樣基本上要多花一千萬 可是它的好處是在於說 如果以後交通可行的時候 其實山井倉庫其實是可以 移到原來的位置上面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這個是市政府在這裡面 對於山井的一個處理的態度 我們不是不尊重 我們是想辦法去保留 它的一個可能性跟再利用 那最後我還是要談到回覆後頭 還是所謂北門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從這張圖可以看得到 北門其實長久以來 清末以來就是往南北向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北門 它是城內到這個 城內到那個大道城是最重要的一個道路 下一頁 所以我們在建構整個北門精神的時候 其實我們希望把它當作珍寶一樣 請把它按到 按完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南北向的歷史路徑 能夠被彰顯 為什麼說這個重要 其實其他的方案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當然會講其他的一個方案 這個是老地圖上面看得到南北向的重要 所有的照片都是進到城門最重要的一個點位 那當然有很多的時期 基本上沒有保存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希望透過現在這樣的方式 把廣場做出來 那我必須還是要強調 在我們的一個未來的想像裡面 這個廣場不會做任何的假的 旺城或者是護城河 基本上是用地景的方式處理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委託做一個挖掘的部分 就是把旺城的位置 看是否能不能找出來 所以我們下一頁 所以我們利用撤會的一個老照片下一頁 去找到了這三個點 我們也委託了龍門一個專業的考古顧問公司 去挖了這三個點位 其實目的是要把那個位置點出來 那也在四月的時候 有一個發掘的一個結果 跟各位報告一下 P1基本上是沒有 P3的部分是 P3的這個部分 當然是有一些這個老城牆的部分 最重要是P2的這個點位 他其實發現了清代的這個地平 還包括這個旺牆跟這個城牆的一個移構 那這部分我們會把整個的一個挖掘的一個方案 最後會送到吳之委會去做討論 那接下來我們是把這個點位的這個部分 做一個套圖 這是我們通過的版本 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位置 下一頁再下一頁 這是我們套各種不同的一個方案下一頁 那包括這個民團建議的這個部分 其實各位可以看得到 原紅色粉紅的地方 其實是古蹟定住的地方 三角形的地方是古蹟保存區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其實都已經超出這個在大陸的範圍上面 是不是要這樣做 其實我們想做的部分下一頁 其實是希望透過下一頁 透過地景的方式 把這整個北門跟孟城的方式呈現出來 下頁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認為市政府提出來的這樣的方案 可以滿足各種綜合不同的一個結果 這個部分是我們想要在這邊做一個說明的 好 非常謝謝你 因為時間有限 那個交通局可不可以五分鐘就講完 好 我們要讓民間朋友來提案這樣報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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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接下來進行檢查 首先說明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從中校橋引到開除這件事 我們在整個西區門戶計畫 就不是以交通量為重要的考量 來做這個決策 不然之前市府就不會決定 中校橋引到開除這件事了 在中校橋引到開除這件事本身 儘量這個地方的那個交通風險 即使是已經降速減速的一個情況下 可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 實際上這個地方車流量還是很大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從中校橋引到開除以來 現實的數據還有現實的照片 都如這上面的圖所示 我們也可以看到 要從我們一度觀察到現在4月 其實在現在當地的一個車流量 已經恢復到開僑前的99.6% 也就是說雖然降速了 可是這個地方車流量還是沒有減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現實 是我們認為說 這件事已經積極被處理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安全的民主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地方現在其實 它本身是一個易造勢的一個情況 而且一方跟造勢的時候 這邊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先來看 其實我們有針對這邊案例做個收集 這是3月19號 它其實是假日的一個離封時段 它發生了一件事故 事故本身12分鐘開除 可是這裡回阻了31分鐘 31分鐘 而且回阻的長度是 從事故發針點一度回阻 到公民路口750公尺 這個是當天的一個情況 然後我們再來看 當事故發針在建工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是3月24號的文像 我們可以看到 這也是發生了一件事故 減少一個車道 跟剛剛這個案例一樣 都是現場減少人的車道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事故本身15分鐘開除 可是事件造成在地的回阻 回阻了55分鐘 在這55分鐘之內 其實它是一度回阻到中山北路 然後另外一口是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場的一個線重是 這種情況 也就是我們實際可以了解說 這個地方 比現況小的車道 最在地 最等於台北特上的影響是有多大 那接下來是 這不是我發誓的 我們必須很誠實地告訴各位 從影響拆除之後 這個地方的在線況的暫時性入行 我們可以看到很現實的數字 就是這樣子 其實在北門周邊 去年跟今年的一個同期比較 它的市負成長了4.3倍 然後提一下這個4.3倍 其實本身是因為現在暫時性入行 它本身是一個多交織的一個入口 然後它 而且它的一個轉彎半徑幾乎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我們 必須 必須要花費很多的人力 跟很多的警力在這邊維持 可是還是很難避免這樣的人的狀況 然後實際上我們也恐慌 每天一交跟警察在這邊 從警罩排除後 為了維持交通順暢 每天必須要派出三十五檔位 四十二人制 每天這樣就很辛苦的 來維持一個交通的順暢 然後也因此在前面 無論就交通量的一個情況 以及當地的一個事故的情形 我都認為說 這個是必須要立體來被處理的 然後可見處理的空間 其實在這個地方其實是非常緊迫的 我們可以看到北門跟山頸 它的距離位置等的關係 其實它中間直線距離 只有四十三公尺可以做運用 所以在這四十三公尺之中 我們過程中也討論了十幾個方案 就是想辦法可以讓這邊兼顧到現況 兼顧到兩個兼物之間的關係 以及兼顧到未來這個地方 希望我們應該講什麼樣子提出十幾個方案 然後經過多次討論在文職會也修練了 成為三個方案 一個是市府在都市計畫裡面的一個提案 然後以及在文職會討論的提案 還有文職團區等等的提案 然後在不同提案中 我們交通局也都有進行分析 這個當然是在車道的一個需求的一個前提 跟討論之下 以及最重要的是 我們符合內政部地方的四十道路 及附屬工程的一個設計規範來做討論 好 我再講完這兩個方案就好 我今天只討論兩個方案 所以其實我很簡單的講說 其實在市府的方案裡面 三井是被移動的 可是三井它從有什麼轉彎段 它是被移到直線段的 其實那可以解決到現在的一個市府的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其實在三井它在轉彎段 而且距離只有一公尺的情況 像它本身是一個高風險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它移到直線段 其實這邊有個地下接觸入口 它可以很容易的一個接近 然後這邊整個人形空間也可以打開 然後南邊的北門人形空間也是可以做個完整的串連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這個方案在整體的環境是好的 然後接下來是文字團體的方案 這上面是文字團體提出來的一個示意圖的方案 可是從我剛才說的 我依照對政府訂辦的標準 重新依它的縣紙檢討過 實際上的情況是這樣子的 其實道路它是會侵入到北門古蹟的一個定爪範圍 而且北門它的空間其實是不完整的 然後在南側的部分 可是在原坪南路跟國外路 它其實在這邊沒有會流 沒有足夠的空間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方案 雖然都已經在原地了 可是無論就北門就三井 其實它到底幾名道路 反而是不安全的 可以嗎 超好 所以最後就是 這個是我們的綜合比較表 就是請大家參閱 其實就我們 無論就三井北門的一個可疑性跟安全性來看 我們都認為說 市府原本的提案是相對比較好的 好 以上簡報結束 好 謝謝張局 這個市府這邊大概又有三幾七分鐘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就請您 請您的提案 好 先講 我把曼克風 好 在這邊有曼克風 好 林葵廟 林葵廟女士先講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有邀請到 多謝祺老師 要來對照去做一些回事 但因為他要先走 所以我先把曼克風 然後我們來看我們的方案 真不好意思 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千里步道協會 是市長 是市長 因為以前一些朋友來找我的時候 我跟他們說 其實 台北市交局有非常非常多 以人為本的這個 教工的市政部份 可以來邀請 那他們說 因為我們教工市政部份 都已經變成公正第三方 都會出席了 所以我作為一個民間團體 要著一個被子的 也不能叫黨輩 比他們年長一點 所以我就一不容紫 來出席這個會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優質的新政會 從剛剛市府的一個處置 談到 替代人區性 政態博物展規的概念 或者城市文化地底 來自於 史替代的一個建構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切入 這在其他的縣市 我想是很難 從那麼高的一個位階 來看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會議 應該是取得最大的共鳴 而不是做出取捨 或者對立 那我仔細看過了所有的簡報檔 我覺得交通局提出的方案 所謂的方案二 基本上我都贊成 而且我覺得比年輕朋友 提出來的方案更成熟 尤其是在他的這個 南側 他保留了更大的這個空間 來做這個棄地的 方法不行空間的完成性 唯一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要考慮的就是 其實想到最後 為什麼要今天有這個會議呢 三級為什麼要移動 唯一的原因就是 目前提出來的是 北側有雙向四線道的規劃 那如果北側的雙向四線道 它不是一個非要這樣做不可 而是可以再重新考慮的話 我提出來的一個重想 也在會就叫做的 施恩公司和委會的會議 如果它可以縮減為六個車道 甚至五個車道的話 西向我們也看到 中央幾個數字 這個陳風往西 跟這個昆風往西 都會比往東來的流量 稍少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 讓它的車道稍微減少一點 那也許大家就問說 為什麼剛剛科長也說不可能減少 那這就回到所謂的人本交通了 好不容易我們的北門重線 那我們要給市民的 是一個剛剛講的 那麼多價值的一個 重線的地帶 如果我們正在落石的本交通 我覺得不只是在北 在它的藍色的更大的空間 來做這些突破人形的 或者這個七地的空間 在北側 我們也應該留下更多的這個 空襲的綠帶 包括人形的步道跟自行車道 所以接下來我想這些單位 大家跟我們都可以討論 怎樣減少這個車流 讓大家都知道 這個道路的這個 這個道路的空間 永遠是沒有辦法滿足車流 剛剛講的這些交通的事故 要影響多少的回流 或多少的時間來 來減途狀況 是現在這個北門的狀況 的確非常的混亂 所以需要非常多人 那如果我們的車道可以 減到六個車道 甚至五個車道 我說 南美東西這樣喝起來 那其實人力就會減低 那這些車怎麼做呢 當他們講到說 東往西公車正用道 這兩個公車正用道 其實公車正用道 比較保留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一般人 而且這個地方應該是 汽機車是不能進入 那個機車是過去都不能進入這個區域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保留一個公共運輸的公車分流道 那小汽車我們也保留一到兩個車道 我想這已經非常足夠了 讓所有的駕駛者 譬如說這個穿越型的 它可以再包括說這個中山北路這一端就可以做分流 或者在重慶南路這一端可以 或者東華路這裡也可以做分流 穿越型的車量不但減少自己的油量就會降低 那這個車道就會減低 如果我們可以從八個車 南北八個車道減到六個車道 我想三井也就不用移動了 我必須要說一下就是 年輕同友我們願意選擇一個 年輕稀少擴載的港路 雖然三井剛剛說它還不是主機 它還不是主機 但是如果我們既然不保留這些地質建物 它永遠都不會成為主機 在我們的臺北市 這樣的一個繁華的城市 一個我們講就文化的走路 我覺得為一個這樣的一個 還不成為主機 但它永遠是地質建物 我們為它留下一席 一席角落 讓它在原地保留它的長所精神 車子是會流動的 所以我鐵而書面 車子是會流動的 到處是可以做管理的 但是地質建物 如果我們總是很輕易的 就覺得它是可以被移動 可以被先來先去 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這個文化 是懷抱一個 世上的一個尊敬這些價值 所以也請大家可以來考慮 是不是我們稱這個機會 讓台北的交通更綠一點 讓我們的減灘更綠一點 那如果這個北的廣場 可以真的車流量降低 那去到那裡 你才有可能 呼吸到更好的重慶 更有於欲來欣賞 我們這個社會的主機在 好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車流能不能從8線到9國6線到15線到 而且交通局 等一下在交通的一場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也請各位委會的交通專家 也給我們一些相關的建議 這些民間的舉例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搶救北北山的成員林葵廟 那等一下我們的錢包會由我 和另外一位台北文資環境守護聯盟 跟越洋龜一起來做闪述 好 那首先我們的命名是叫做 看到視野與挑戰 就是今天不太難要講憂戀 而是說我們應該要把它放棄未來 我們現在在面對一個問題 這一陣子的紛擾到底在反應什麼 好 下一頁 那我會就幾點來跟大家做說明 再下一頁 好 這是一張三景倉庫 在三景物產物資會 在1950年在港邊接的照片 但今天大概要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他在1900年跟他在1913年左右呢 他其實是有過一次前期 那他的粉店大家可以看到 在那個 不好意思我會有光景嗎 這張照片有一點物質了 這個其實是在三景對 就是要台北火車站前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建築 那三景的第二代辦公室其實是在對面 那麼 根據環境市長老師的研究呢 其實是推測說三景可能在那個時候移動的時候 他同時 因為他在這個港邊接的時候 他是有倉庫跟辦公室的 那麼他第二次發生移動的時候呢 很可能是把他的辦公室 設在台北火車站前 這非常黃金地段 那麼他可能在這個北門外留下移動倉庫 下一頁 那麼在1922年的時候 他是發生了另外一次的前期 就是先到我們現在的台灣國務館前面 這大概讓大家知道一下這頁 下一點 那但是我今天我們今天正常要談的其實是在說 三景大概不想要感動的來討論他 而是在說今天因為宗教朝引到開除後 露出了這個珍貴的地景 有什麼樣子的價值 那這張圖大家應該非常熟悉 可以看到北門在這裡 那這個是三景南部 手有點走 然後 我們知道說我們的市政府這邊提出商案的這個廣場呢 其實是非常想強調所謂北門跟城內的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廣場大概是會連接到我們的 臺北魷魚跟那個北門廣場 但是我們覺得北門的地利可能不是只有城內城外三頁 好這個是更完美的地圖 那紅色的大概都是一些文資的據點 或是說我們所辦也非常細心的列出了一些老殿 那麼其實可以看到這個城之所以設置在這邊 他其實是連接了大稻城跟蒙甲這兩個其實在歷史上非常好的街區 所以我們會想要說這個地景的重現呢 在這個位置上其實是非常有趣 他是成為了大稻城由北開始慢慢發展到南邊 然後在這邊留下了一個後來就是有名傳在這邊蓋的機器局 然後日本人也在這邊接收了機器局的設置之後 變成了所謂的鐵道路 那這次我把它稍微列出了一些時間的列表 所以我們把它命名為叫做北門周邊現代化歷史地貌 是在說這一個地方其實是台灣在經驗現代化 所謂有西方海的現代化一個蠻重要的發生的地點 比如說我們看到過去在燈井康庫為什麼設置在這邊 也因為1860年代其實就是開港我們的淡水河 看其實是有非常多的洋商 所以他一來的時候選擇他的商業地點 也就依附著我們的淡水河的航運 所以設置在大稻城旁邊 那麼後來呢這個這個年代其實青桃的故事 就是說這邊有很多洋行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從1880年落成之後呢 其實流行團很快就在外面蓋了機器局 不好意思解錯了 那這是大概在1887年左右的事情 那後來到了日本時代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日本人把城牆拆掉了然後變成了北三線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故事 但是除此之外呢我剛剛有說到 他其實這個機器局的有一些設施跟這個土地 其實就被用來做為發展鐵道的一個很重要的辦公 跟修理維修火車的中心 對那不好意思再上一遍 對 那麼你也可以看到說其實台北郵局 這個是放的是193年第二代的台北郵局 但是第一代移入構造現在應該是190年初 那左右就已經設置 那也是跟著這個所謂鐵道發展 所以他把郵局設在這個地方 那麼同時要再講一點是說 這個移動呢就是反映了我們的城市 其實是從航運河邊 然後有鐵道設施之後 有一些商業的距離就開始提供到我們現在看到的台北火車戰機 這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好下一頁 那麼我們想要談的是說 在這個證取過程中 我們其實對於歷史有一些觀點 然後這個觀點可能也是正在發生中的 一個是說我們想要談剛剛的那一張圖上面呢 雖然空間上我們好像是在談這個城市怎麼現代化 可是因為我們透過山頸故事的挖掘 其實是發現到像山頸這樣一個大台發 他一方面我們雖然可以看到他好像是帶來城市的一種進步 但同時他的進步的原因可能也付出了 譬如說他因為當時跟總共府是非常密切的夥伴關係 所以其實總共府是就是他提供的努力去鎮壓了我們大報社的原住民 然後把原住民養好之後把土地交給單景經營他的事業 那麼像這樣子在整次發展過程中的另外一面的犧牲呢 其實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現代化的地景可以來闡述 因為一來不是只有單景 我們看鐵道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鐵道好像帶來了新的生活的方式 但是同時日本人來的時候也是運用鐵道去鎮壓了很多的 反抗就是反抗勢力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電子其實在空間裡面有一些 在空間以外的其實是跟這個空間一起聯動的 我們希望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入圖他的價值 那第二點呢我們想要說歷史的揍變與漸漸地存 比如說這個地方激勵過這麼多的朝代 每個政權對於他都有想像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說我們日本人來的時候把城堂拆掉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可是同時這個變化並沒有改變 因為台北城一直都是政治經濟中心這件事情 當鐵道的時候把城蓋起來了 那日本人來的時候變成馬路之後 但是他同樣是在裡面就是打造總統府 那這個總統府到現在就有個總統府 其實我們要講說這個歷史到現在 是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影響的 所以這是我們第二個想要提出的觀點 那第三個呢是說其實文資的在保存上面 我們好像也漸漸的從一棟一棟重要的歷史建築 如果古蹟慢慢的已經進化到說 有區域保存屈的概念 比如說我們的鐵道部 其實它是歷經了好幾年 慢慢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全屈的古蹟 其他我們的台北北也是在這兩年 本來也是從洞建築後來變成全屈 但這個變化其實是重要 我認為是我們的文字已經考量到說 怎麼樣保住最多 而不是只一兩棟去講故事 才可以更完整的呈現那個歷史的功能 好這是我們在真理的過程中想要 我們覺得我們有發覺出這兩個價值 好那下一頁 那麼呢這個重要的家族現在就遇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宏觀一點來看說 我們現在在面對這個影響的問題 其實可以從這一張圖這個時間走呢 大概從1989年拉到了現在 那麼上半部是我們 成立出來一些些 根據出發覺的資料成立出來 就是曾經在這個空間裡面 發生了一些關於中式計畫的一些想像 對那下面是 第一年的這個地方的文字 如何漸漸的被指定 被確認出它的歷史價值 那麼這兩件事情 這兩個上下的走線 其實是想要呈現說 我們覺得在2007年 這個北門地區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動 就是我們的鐵道部跟我們機帶機器 去被確認下來它的歷史價值 就是文化價值 那麼可能在相對應的空間裡面 就是空間政策好像有一點停留在2006年 再往下看 好那另外要提出就是說 事實上在文化政策 文化價值的部分 我們在20年前跟10年前 其實都各自有提出一份 關於這個所謂 首都核心區的歷史保存的概念 對那剛好今年應該要邁入 一下一個第10年 在2016年我就覺得我們好像應該來想想 該怎麼看這件事情 好在夜 好這個是剛剛講的1989年 就是早期的 對於所謂基居門戶的一個層心 在夜 那麼這個是1993年 左右的層心 那麼可以看到 當時畫的一些圖 比如說北門在這個地方 那麼馬路都是紙的 也就是說當時北門大概就是被孤立的放在馬路中間 但是並沒有廣場的想像 然後這個很好玩就是說以前 這是我們鐵道鋪後面 就是其實本來有一個好像 長得很像帝國大家的大樓 但是因為呢 這一種就是鐵道鋪關就被指定之後 好上開始大家有覺得 欸其實這裡是有文資價值的 所以就把這一個樓後來 他覺得說不要蓋在這裡把它取消 也是這個樓後來就遇到 旁邊成為現在的房子星 好這是一個歷史上面的 蠻有趣的一個變動 下一頁 好這是剛剛提到的 那在1993年的計畫裡面 一樣就是北門其實是 稍稍動喔在這裡 對好然後下一頁 但是到了2006年的時候呢 就是剛剛講到中間的政策 其實對我文資是有一定回應的 在2006年的時候 包括說北門 說到拆掉之後 北門的廣場就浮現了 那這個浮現我們認為 當然也是在想像說 北門要如何更完整 好但是再下一頁 那就回來說這是2015年 應該是根據2006年的想像 來做一些規劃 再下一頁 好但回到這一張圖 那就有趣是說 那2007年整個鐵道庫的價值是 是被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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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但是在空間的相對一個計畫上面 其實是比較沒有看到 它的價值 如何跟本人做一個連結 好下一頁 看一下哪有不同的頁 這樣 根本是六分鐘 好謝謝 好那我覺得 剛剛的那個闪述是講說 一來一開始說鄭先生老師其實是講的交通 有沒有別種想像的可能 然後我們也在提出說 我們的空間政策要如何回應 文師的變化 好像在這幾年是 有一點比較沒有 沒有 對找到他的心的看法 那麼我就會覺得說在 我們就會覺得說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晚上來重新來思考說 這麼珍貴的一個定型 有沒有可能 譬如說 雖然他在以前的指定過程 都好像已經有點界定 他可能 也許可以被移動 但是 我覺得實在進步了 從2006年到現在又過了10年 我們到底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爭議讓我們 等一下來面對 就是剛剛 是周老師講的 如何讓我們彼此 可以一起協作 讓這個地方的價值可以 更完美的被出現 那麼 在因為 所以我們其實就很希望說 不要那麼通促的做出決策 不過我們剛剛也聽到 交通局對於現況 這個交通是有壓力的 因為可以看到 現況路程是破碎的 那麼所以 對這一點我們其實 也用我們的交通方案 想要來提出一個回應 就是說 我認為我們的交通方案 有可能 讓這一件事情 重新獲得被面對 跟討論的機會 那麼 等一下會請夥伴來談 那比較希望大家 要先說我們的方案 跟剛剛 交通局放的那個方案 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那個不一樣 我覺得也許等一下 可以進入交通征典的時候 再來集團 不過是邀請大家來 繼續想像 我們希望呢 就可以 用時間換取空間 就是說 讓這個地方的交通 滾定下來之後 我們重新來面對 地質地質 應該要如何 被打造 包括交通的 包括不施計畫的平常 那麼 接下來這個部份 我就交給下一個夥伴 來說明 好 接下來繼續說明交通的部分 就像剛剛我們所辦所提到的 其實我們認為整個 線區門戶計畫 線區門戶計畫地區 它其實有很多不斷所見的意義 包含文 包含整個空間的斷變 甚至像我們現在看到 都一起 這個地方它其實現在 總共有很乾淨倉庫的問題 跟 也蠻正在地區的一個 所謂握什麼的招呼 這樣的時候 現在有很明顯的機器 那我會用的說 其實在現在還有 通訪什麼都不確定 是在情況下 如果我們可以 提出一個 作為一個偶像整體的 一個 站體的機械包含文化 或者讓這些 正在無限的機器 有更多機會 充分討論的益揮 好 那第一個我要提到說 我們這個方案設計的基礎 它其實是以 現在移植入行為移植 我們也很感激 也很感激 其實我們成功的團隊 尤其是叫做工具 就是基礎 從 成功交交調開始之後 或者要去 最近很複雜的交通 或者執行 所以計畫很多的工夫 例如做 江上學的同仁們 跟中文學的同仁 也做了很多 包含一些錄織的 一些偶像 像個 往南邊的校園 往南邊修理 然後他可以做出一個 一些車道的空間 那我跟我們一起說 尤其是如果 在 目前的 中校企務中心這樣的車道 它如果它的設計 跟當地組合交到專程的話 我們覺得它 可以做了一個 反通的 替代行的可能 我們又有問題 我可以看到其實 這是目前整個北門 周邊地區 他也有多指的狀況 就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他們 為什麼會這麼複雜 一個很大的因素 其實因為我們看到 國外路 還有中華路 他南北上交通 他其實相當的 因為他現在 國外路可以直通 連平北路 然後中華路可以分別 直通連平北路 所以他其實 目前當我們這邊交通 沒有很混亂的情境 起很大的因素 因為我們南北的 東線太混亂了 這個辦法 因為要處理這些南北 都承受幾招 中校企務中心的 科道被切根 還有很多臨退的單元 導致他的 當不上到這個時候 他的總有總量足足的 所以我們 我們的方案其實就是在 維持一個 中校企務的東西 像科道維持一個 錄取的情況下 我們把南北 南北向的科道 把它做一個簡化 就是中分級 跟土的方案 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也就是未來國外路 他只能 他只能中轉 中校企務 然後平常路只能 從中華路進來 然後未來還就從一個 南北向的東線 很單純的一個環境 那 這樣的一個方案 我們提出來其實 我們就有希望說 就是 一來這邊 這邊的這個 商品倉庫的整理 還有包含整個 叫巴農場的 民改的開圈問題 我們這個方案 因為他自己 平時責任行為基礎 所以我們有 我們可以用這個 空間的換取時間 可以讓一些問題 可以好好被討論 那另外就是 等一下會討論到 我們這個方案 他因為在維持現況 我們在維持處下 對於很多 還有生理性的一些 預期我們可以還要做討論 所以他可以把 各個不同之籍的 一些重要的 歷史的援助 我們可以有更多 討論的機會 好 另外就是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也很認同交通局 現在其實就是 一定要挑戰 可以大眾運輸為基礎 然後有一個交通的 一個觀念 那我們看到目前是 其實在中山線 已經從各個情況下 其實目前很多的民眾 他們來到 我們這個北門廣場 我們其實都拉 中山線捷運到北門站 從北門站出來之後 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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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傳線到北門廣場 那包含我們未來 我們的基礎結論中生之後 我們可以一起 整個北門廣場的北邊 這樣的結果 就會成為 未來的最上的一個人心 這就是 而根本 到北門廣場來 觀光遊期的一個重要奉獻 所以我們都可以說 北邊這邊的人氣 造成的一個改善 是一個很大重要的特定 那我們這個方案 因為他北邊旗 還是維持一個 支線道的一個指數 那我們就問來說 無論是對於未來的北門 對於現在的北門幹的遊客 或是對於未來的 像北運的遊客 其他都相對比較 有幹的 所以幹的一個到處的狀況 我們來回顧一下 我們來回顧一下 主持統的一些 我發出 我發出的結成 那其實剛剛 我發出的 我們前後製長 已經做了什麼名 那我們就稍微照顧一下 好 那 我們這個方案的一個特點就是 我們剛剛也看到 U8局 我們有提到 目前正在做的北門 貌城的考古計畫 包括這個P1 技術跟P3 是不是這三個 判決點 那我們的方案的一個 數字型 P3 這個P3的這個判決點 他提出一下整個 旺城的吹孤的北界 那的確也挖 也發覺到了 煙箱下的一座 那其實有 過去我們知道說 以前北門的旺城 並有一個 煙漿主要的一個 旺城的一個 牌 牌 那他之前在 日期期間 變成一個圓環之後 他一路被 先送到三圓兵館 可以當作一個 兩瓶的機器 然後還被 下後之後 送到烏拉公園的杯子 然後下後之後才會 當時還能夠 加強包吻 這個北門工廠 那我們這個方案的一個 優點是因為 剛好這個 這個推廓的旺城的北線 他其實在 這個叫發廠船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可以 透過這個 空間的 一屆地景的設計 也會讓這個 沿江主要的 可以給他 營養圖道園 然後我們也可以 重現過去的這個 所謂的北門街 就是國外路 然後通過北門 然後有 通過這個 與北門的狗間 除去一層的這個 出旺城的動線 我們可以讓這個 這個動線 完整地呈現出來 好 下一步 這就是 就我們看到 很重要的 我們看到很重要的一點是說 其實現在 重新 重新挑到 日本時代 一個很重要的角度 就是日本人開除了 過去臺北的分享 然後開除所謂的 幹線道路 與鐵路的改現 其實這些所謂的 現代化 更新的概念的引入 就是西藏之北的 它就是一個圓管 跟這樣的 現代化的重新 達到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就來說 這些疫情的元素 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要怎麼去 在我們這樣 半天一百個字體內的範圍內 有這麼多的一些 從清潮到日子 跟到幹後 各種的一些 重大的 各個技術 激化的一些 重要元素的引入 那如果的話 也要符合在 這樣的 這樣一個重要的環境 把它實現出來 好 所以在日期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 因為我們的包含 每邊的部分 都一直見到 因為一臺 南西北的方案 好 那這個環境可以 往西藏之間 稍微扣怪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這個廣場 北門廣場 以及鐵道部廣場的空間 我們可以把這個鐵道元素 做一個充分的連結 讓北門廣場 與鐵道部 可以有一個 透過 印象跟鐵道具 它可以把它連結起來 跟一場北門廣場 鐵道部 直接透過解錄 這樣的一個 印象的連結 和連結形式 那我們看到說 其實 就是 那樣我們認同 北門他 一直在 進行指揮北門的中銷器 他指揮 是日期 做進行改建之後 出了一個 現代化的設計改建之後 其實北門 他會進行緩緩的指揮 是很久的 他一直到 一直到漫後去 直到會出了一個 維修緩的狀態 他不然到後來就是 進入了一個 以公路為主 的大公路之前 為了要 讓前路跟公路的 客廂可以分流 所以开始会建设所谓的北门高架的桥 造成北门的割林 其实这些都反对我们台北市的不断眼睛 这个不同举时的状况 然后不断去眼睛的过程 所以第三个部分 我们刚好有一个没有提到 像一张主机在整个环环 在过去有一个台北市所谓的第一批 第一批所迎接的天桥 那我们这些我们接我们的另一个方案 其他会过它的附地空间的领域扩大 其他的很多元素可以 现在就往场上做出现的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目前的合并满核方案 就是我们仔细做的一些比较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看到是 刚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说 这个本门广场与北北 未来北边我们以大宗路数为主的一个 原本交通的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是从北门干 跨越8000道到本门广场 从未来的广场的季节 从年里北路这边到广场的部分 就我们知道其实叫交通部的 就是人移到更接过一个免疫号移到 就是我们我们形成的移动的速度 就是我去反复的话是 每秒钟1.5公尺 那如果移步的话是每秒钟1.5公尺 那平均一起来就相当于每秒钟1公尺 所以我们可以猜测一下 如果未来有这边一个单级公尺 然后8000道的快速的话 其实要通常你们可以从 这些广场 从每年的时间这样移动到广场 它也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渠热语言 那我们这个方案我们因为把它刻到 都在每分流 所以其实应该要跨越到 什么广场 它可以相对一个才行 要反复游游的方式来 来移动到广场做一些报告修行 所以这就更合想说 又是真正教识的一个观念 好 下一步 那另外一个就是 呃 央图体的部分 蓝色的现实目前的 相当于区隔离职路级 不过路线机还没有完美到位 因为北门这边还有一个 一线到位的还没有开放 那局限的部分是 目前市府在渡委会通过的 和初约和第一半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其实 明镜路级的核定版它的现实它 无论是中华路或是 中教西路的南北 北门光他们的南北客机 它的业劈动都是蛮大的 那其实目前 因为高降挑战组之后 到现在没有很多 因为一些这样东西的条件 已经造成了很专门的交通配置 那我们认为说 其实 现况的过去 需要继续的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认为 它的变中应该是 应该越小越好 所以我们提出了 所谓的主要是这样 领域路行为基础条件的 所谓的实践方案 好 那在 合理版图体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青少主席的那个 异样部分 就是对北门 温存的范围 就是只有 一半的部分都是在道路上面的 让这个平昌水道的 这个温存出城后 应该道路的更重要 那比如说 我们就有一样的一个 特地它其实反而无法 让那个过去 温存的中间可以呈现 那 包含温存核的原池也会 因为它 就是仅在 我们的北北站这一阔的部分 所以也认为相对比较 难以最后所谓的 必须是新的原池 那到这一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说原池 如何透过一个 过去铁道的文区 串联盟的广场 以及前面铁道部广场 但在合理版图 不能一样 因为北边 铁道部 以及前面广场 它文在8000到93月 所以找自己相对的 温存是比较小的 所以 从它们时间 如果要透过一项测试的话 那个原池是比较 稍微弱了 好 接下来 好 那之后我们提起做了一个 简单的方案的比较 你先第一点 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方案 因为用现况来优化 所以它先进来 做这样的程度比较 那 在影响部分 就是这样的表情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 这个 无论是在期待部分 就是我们保留的是 铁道手机 这样的一个 步骑也很可以 做在 通过程度做在现场 然后 好 那下一个我们的伙伴做一个 好 就是刚刚伙伴 其实已经讲了说 如果要 这边现在最紧急的是 所谓的高空安全的部分 那么我们的方案 希望就是 让这个高空先稳定下来 让大家没有那么多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重新来面对 这个影响 那么这是一张 我们最近去北海附近走动拍的照片 其实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 我们的 对 就是 其实这个大楼 有 属于族大概20层楼 我不曉得还会往上盖 应该不会吧 那这个大楼很有趣 他在当时速递成交的时候 一瓶是1147万的地价 是蛮不可思议的 那 其实这个是要说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北门后面的 这个区域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观光的旅馆 就是想要进来 就是在这边 就是迎接观光客 那么所以我们也在问说 在我们的方案里面 我们其实想象的 要服务的对象 是从北门广场 或是从 机场协议出来的一般的人们 对 那 这个广场在这边 其实我们 就在想说 那如果以后 其实观光客都是住在这里 那这个广场好像 他服务的对象 是否是一般市民呢 还是 他要服务于 哪一种人形 就是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 好像可以重新讨论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 沿平南路往南的中山堂 其实它是一个更不好的广场 就是又没有车流 那 但是那个广场 其实使用率很低 不晓得是不是 因为这个地方 城中区 其实大部分是商业区 有关 对 那么可能到 其实到了晚上六七点 六七下路关门了这样 那 好那再讲回来 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这过程中 也提出了一个 所谓北门警官的 文化提报案 那其实是很希望说 如果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地形 其实像这个公司计划 要怎么进来面对 其实台北游戏 后面游戏更新 这个对于我们历史意义上的打造 是好还是不好 好像应该要有一个检讨 就是我们 包括说未来 其实台铁 E112要开发 还有服装执行 就是我们很希望 可以再重新讨论的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 其实跟山顶 有留下来 不留下来 就是额外 就是要面对的特点 下一页 好 那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去北门办了很多活动 那这一位 是我们遇到的 一位13岁的年轻人 他正在努力的划三斤 那因为头额很少看太清楚 但其实是想跟大家说 我们其实现在是在决定 就是下一代 他未来可以看到 什么样的历史 所以很希望 这件事情 可以让大家停下来思考 我们是不是要造成一个 不可逆的结果 还是说 我们可以真的 认真的来重新面对 如何让这个地底可以面面俱到 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历史下 他不会因为要 铺写另外一个历史下 而被提升 那么 再讲回来 就是说 今天的公听会 是很被重视的 那被重视的原因 除了说山顶 这个案子 就延烧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当然也还有 两天前发生 那个具备的 我比较很正义的 公听会的案子 那么 其实很希望 这样子的模式 未来 我们就很希望可以 跟文字委员 或是公司计划委员 一起讨论说 所谓的民众餐 是不是还要 变成是在旁边 然后隔着一张 虽然是透明 但是距离 很遥远的玻璃 来 来作为 一种民众参与的方式 还是我们可以 用这次的公听会的经验 往下来讨论说 我们的层次将 接下来 已经会面对非常多 开发与保存的同期 那么 市民朋友可以怎么 提早知道 跟提早地产 比如说 像 继织门幕计划 是一个公布门主体 结束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 其实 正是由这个计划 要来得及 公有建议的去留 这对 文字保存来讲 其实我们觉得 会是一个很大的 讽刺 那接下来怎么办 如果这个东西 这样子就决定 那以后是不是 都可以 比照办理呢 这是我们很大的担心 那当然 回过头来是希望说 不管三点最后 是哪个决定 是这个过程都被 激发出来的问题 应该要被看见 而且应该要被 用一个更客观的形式 来处理面对 接下来的挑战 那这是我们今天 整个完整的简报 那么也希望 接下来的增典 的工房上面 如果有委员 其实愿意在做 如果所谓民众才 做讨论的话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 第二场第三场工庭 会可以继续来 讨论这里 以上报告 谢谢 那谢谢同意 好 我再介绍几位委员到现场 太元良教授 也到现场 还有张学孔教授 张盛雄教授 李毕教授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王瑞茂教授 坐在角落里 还有我们的公民参议委员 李美诺女士 还有我们的光复里的理长 王莉美 他是三喜仓的在地理 还有我们建国里 许静宁理长 非常感谢 好 那接下来 是不是我们就进入 我们最重要的这个 征典理清 好 那王宝萱 我会尽量独立的把 刚刚双方所提到的 每一个大家关心的点 看我们能不能在这边 做一个有效的讨论 那我先做一个报告 就是说 刚刚讨论的东西 有些是很契合 关于这两个方案的比较 以及西区门户计划 三景这个区块的处理 那有一些是比较大的 包括出发举德很长的报告 在谈整个西区门户计划的愿景 以及刚刚明天传体在谈的 包括后来提到 那个区块里面 有一些很多的高楼 那这到底是不是 我们面对那个区块的 这个大方向的 的思考 这个部分 我会留在 在今天公庆会的最后做处理 我们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会去处理 这个区块的文资的问题 尤其是跟三景仓库 要牵移与否 他带来的文资上面的影响 先从这边做开始 那我尽量整理 然后把 我有听到的 双方有消息的部分 拿出来一个个做讨论 那如果我有漏掉什么部分 都是双方性那样提醒我 然后我们也一个个做讨论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想先确认的是 刚刚彼此的简报 有没有任何在事实上 想要提出争议的部分 就是包括整个历史的交代 倡库的定位 有没有事实上想要整理的部分 二次进 发展局做一下补充 就是说刚刚民团在提到的 P3的那个点 P3的那个点位 基本上是没有挖到遗迹 它只是挖到一个 类似城墙的石头 所以P3是没有遗迹的 我这边普通说说明 那当然整个结果 还是要给一支做出讨论 所以 确认有挖到遗迹的 是P2的那个点 对不对 但是刚刚民团有提到的一个点 应该是在原本 旺承的东北角 你们认为那个会在广场里头吗 好这个我等一下再讨论 那我再确认一下 看看这边有没有任何事实要征议的 所以 事实或程序上的生意有什么 诶 诶 请针对事实上的生意哦 检报的部分 有没有对于事实有争议的部分 在 检报的部分 那个想请问 刚才我报告说就是黄诗峦老师调查的那个实间 就是你们报告的时候是报告一年 但是我記得報告上面寫的是 他們調查寫的這兩個月 不知道這件事情文化群還是不可以做一點回應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大概他整個完成的時間是到99年的12月 才有完成 然後再經過委員的討論 所以他整個時間上 並不是他只有花短短的時間 而且我沒有麻煩他去 所以可以回到我剛剛那個報告的 那個整個一個時程上的問題 請大家看一下 他從99年的3月到99年的9月之間就已經發生了 然後98年的3月到98年的9月之間就發生了 發生了以後大概我們有去請他來幫忙 他分證完成的時間點到99年的12月 其實在這個之間我們還有做過一些討論跟了解的部分 整個送到36次的文資審議會是100年的3月 所以在這一段的期間裡面 其實從我們看到的98年的9月結束以後 我們就積極的在找這樣的一個市政 也請了相關的老師 那我們也不可諱言的是 我們感謝黃老師願意幫忙 因為這個報告其實只花了10萬塊 因為採購法的性質 所以請他幫忙完成 那我們也要跟大家報告 那當時鐵路局也還沒有擁有這個 我們還沒有從鐵路局那邊拿過來這樣的方式 大概先跟大家做一個相說 好 那這是相關說明 那你們有針對自己要就保留或建議做的任何普通 普通一點嗎 沒有 那我確認一下 如果對消防潛報事實沒有正義的話 我先確認兩件程序上的事 抱歉 你說 好 各位好 我針對剛剛那個 普通大約潛報用了一個概念 可維護進攻法遺書真理 那我覺得我們確實可以好好的已經來討論 是不是因為中國各方面的考量而需要異地重建 但是我想異地重建是比較精準的說法 那可維護進攻法我覺得有一點點誤導的可能 因為其實大家在座都是有資深的專家 應該也都很知道 為什麼文字寶塵裡面其實盡可能的原地保存 因為確實知道天使有它不可逆的過程 那其實這種條件我們就是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它就是一個異地重組的事情 那也就是針對這個用紙 指出一個整理 所以我確認一下老師的意思是說 這個遷移之後重建 它跟原地保存 對山景這個建築本身會形成一些差別對不對 它保存的完整性會不一樣 我先不去談說它會不會得損等等 那些都不是我要談這種的 我就是要談說不同的用紙 談的就是不同的事情 對 我想老師要問你們是建議我們等一下 是用的文件工法來生物 而且說等一下就是一個異地重組的一個工程 因為其實我也錄製開過幾次的討論 或是你一間的工作方 那其實前期實用不確實就是 異地重組的概念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好好的來談 是不是要用重組 但是不要用有點新奇的名詞來討論 一點一點 可能就是用金屬的名稱 它的這個爭議就是在談 到底要原地或是異地重建或異地重組 至於工法上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討論跟理性 那可不可以再確認一下雙方對兩邊簡報事實性 詮釋或認知或判斷的 我們等一下就三點的討論 事實性的部分兩邊還好要做引擎嗎 一個是批三點位 這邊有提書 第八有提書提示 第二個是簡報的部分恐怕 反舊的話覺得這邊理解是只有兩個月 可能是有一個長期的這樣子的討論跟互動 那再確認一下還有沒有事實性的部分要做釐清 簡報的部分 各位這好 簡報的部分可以說明一下哪一塊 是 剛剛是一位獨發局 獨發局的 我不知道那裡的害的 那也剛剛說我們建築物的話 就是歷史建築物的話 稍微移動一下 就是移動一下 搬回來沒有問題 可是按照土地歷史建築及聚落 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主地 使用消防安全區 如是辦法 一單找土地歷史建築及聚落 修復或再利用設計師主地 或建築物品當地主地 使用根據管制規定不符合的 與突出計畫區內股管機關的請求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所在地之 修復計畫主管機關 續行變更 非突出土地部分 依區域計畫法規規定辦理 變更編立 前項修復期間 修復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而先行實施 所以應該是說 按照這個法規的話 依照台北市的鋪管條例的話 應該是修復的那個歷史 歷史建築是保存區 而不是說我們一下子 更何況說 剛剛您說的是說 我們進行保存完整 我是很好奇 我覺得我們喜歡數字系 你可以說 也如果開了以後 你剩下多少 快百分之六十幾 還是百分之 應該不可能 百分之二十幾 二三十的話是完整的 我覺得應該要誠實面對 好的 對這個提議 我們是不是請 首先他做了兩件事 一件事情 其實三井施 立體堅固這個沒有質疑 那只是說立體堅固 到底是要 是不是一定要原地保存 還是可以一地重建 這個部分已經在法規上 但是 你應該依照這個法規 五文法第三條的話 應該是要變成保存區 而不是說 你讓司法辦法說 一下沒有關係 好我們先就 另一部分 請歡迎 我跟說一下 如果真的要 在執法的過程上面 其實三井現在 目前的土地 是佔用道路用地 好 我先講四次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不是要跟你談 這件事情 是因為基本上 它都是一個廣場用地 廣場用地 基本上把它移到廣 它現在也是廣場 現在的位置也是 未來的位置也是 基本上它是可以做處理的 它並不是一定要把它化成 歷史 以及保存區等等 所以基本上 所以為什麼它還要整理到什麼 這個路會設計法規設定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 都市計畫的委員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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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按照文化資產保障法 應該是第20條 20條是修復的 剛剛講的22條是有關印計劃的 這個都是紙計劃 並沒有談到歷史建築 所以那一個紙計劃可訊息 我們一般在這個 歷史建築部分並沒有 歷史建築上是登錄的 古今是指定的 那這個部分目前的法規則是登錄的 謝謝老師 請問這邊還有記錄要增值的嗎 像聽老師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歷史建築它被簽證是法規上永續的 因為它被規定成永期 那才不能夠簽證 然後是 怎樣 有要 說 有些東西就是說 不是說你可以做 而是說盡量不要去做 然後按照古今法的話 應該是說 就像他剛剛那位先生的話 如果有提案說 那個制服人員都介紹一下 那個文資的 因為譬如說你不是說那是道路法 而是說 古今和歷史建築是優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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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式計畫法 所以你說什麼道路 被表浪路 然後消防法規或是什麼的話 就是以古今和歷史建築 應該是以那個為優先 好謝謝沒關係 所以在事實的理性上 至少我們確定 現狀之下 歷史建築是可以移動的 那 古今才一定要原地保留 只是你現在提出的是 下一步我們待會可以討論的 就是到底我們要不要抵察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 所以不能嗎 是 一樣是那個 事實的部分嗎 你好 謝謝 那我想請問說 那個 哪一個文資法 哪一條線到 病史建築是誰 好 因爬文資法的精神 他其實是一個 不應該要看出 應該是一個價值圈 全體的定義 他是比較上位的法 所以應該是一個 價值圈 肯定 我們曉得 在一個法令裡面 他有說可以移動 這件事 在一個文資法裡面 其實他有一個 另外一條 他應該進行保持計畫 所以在這個保持計畫 也有在 或許去決定 他能夠移動 或是相關做變分 能夠有一個 怎麼樣的違反 所以這個事情 就這樣做 對 對 老師 這問題一樣的話 可以說明 那其實我也想想問老師 請問法規有哪一點說 歷史建築 我回問這個問題 我回問這個問題 這是很正常的問題 不過這不是我該回答的問題 你不要回答我請問法規 我想 在文法裡面 我就找 找法令來看 怎麼可以移動他 對不對 那裡面 他後面有一條 寫到 進行有關保持計畫 比如說 在保持計畫裡面 我們才來決定 他這個 建築 可以進行 什麼 或許去 包括 建築本身的 他左邊的環境 需要怎麼樣移動 如果把這個地址的話 因為我們就做 當然 跟老師報告一下 老師到底提醒 我剛剛有事情去講 我們是把上面沒有那個 運氣規定 但是他保留了一點 彈性的空間 那我們事實上 也看到很多這樣的案例 那 包括現在 我也在過傳遇中心 翻遇中心裡面 有保持動 其實都是容易在自己過去 那些我都不管 那現在也做到 很好的保存 回覆 當時 宜蘭這樣的一個 文化立線的地方 我們看也很多 事實上 就必須要 做一些 另案的保存 這個大概是一個 把令上 他沒有寫 絕對的 軍隊 也跟老師再說 我們一次 我剛剛在把整個 或是流程整理 算把他下一個 就是說 其實 馬上在下一個 其實 在整個 討論的過程中 我必須從 最原始的資料看到 當有提出來的時候 在98年的3月 文志偉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經過9個月 一直到整個 黃老師的過程中 倒沒有那麼討論 所以這一棟的發展 跟如果 他要先 要去做這一棟 本身的一個社會 很清楚的研究 那到100年的時候 去指定的時候 其實在匯中 是有草分 當你未必認為 會是可以決定 這一點事 我了解你的意思 那麻煩下一頁 再去看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 文字法裡面 它 七之一條的細則裡面 當然可以做 一附帶決議的單書 我要跟你報告 那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 就是麻煩下你 好 在這裡面 其實我們 文化局有試圖 去做一些理解 也類似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 真正的保存計畫 但是我可以說 以102年那個 郁老師做的 其實已經有在談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其實在談的時候 呃 郁老師希望他 更靠現在的位置的內側 也就讓他保存的環境 更好一點 就是以山景單動的環境更好 周邊的在利用 警官可以更配合 山景的在利用 他原始的那個版本 還不是在路邊上 他原始的版本 還不是在路邊上 可是後來經過大概這幾次的討論 才把他移回到路邊上 希望也接受了大概 北北山這樣的一個 事實 他在北山縣的重要性 所以把他移到宗教西路上面 所以他整個過程 其實我覺得是有少得到 至於你說的保存計畫 我大概上次在12月的 對跟別的對話 也有講過 其實有很多在台灣的案例裡面 包括今天 獨發局做的一些事情 他接續文化局這個 郁老師102年的研究之後 其實一直在做這樣子 他只是把它實現在 他整個都市計畫裡面 再去做一些說明的解釋 那如果真正在一個需求裡面 如果要重新再去提這個 是不是將就了這個名稱 而說我們其實沒有討論這個問題 我也一直在理解 在講的事情 我也希望以後的法規非常明確 甚至就是說 這個保存計畫是什麼 很清楚 有它的格式 它的做法 真正它的規格 讓我們可以遵循 不然的話 我覺得102年已經有在探討 在國內 甚至更早一點 也希望老師能夠明見 好謝謝 那我就這個 好 是還有 什麼 我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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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直接到這裡 直接到這裡 可以 那個 就是我們要 大概上個禮拜吧 我們有去聽 薛琪老師 那他開的那個 關於執法 執法修正的一些說明會 對 那其實我們在其中 我們已經知道 就是說 目前 那一省就是 文字報分法的無法 那裡面就有提到 正在被熱烈討論的 就是關於 歷史建築 簽譯是否要開法 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 這也是 這是基於 就是台灣這多年來 那不斷的歷史建築 因為可以移 所以不斷被移動 然後導致很多 文化產品 破壞掉的問題 對 才會有這樣的討論 那我想 現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那我們是否應該去思考 就是未來 我們是不是還要 就是繼續讓歷史建築 對 那這當然這個是沒有答案的 可是我覺得 在我們面向未來的時候 是可以去好好討論和思考的 謝謝 很簡短 其實謝謝剛剛前副局長的說明 聽起來 101年的會議討論還蠻重要的 因為那 開始認識的在討論 歷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有101會議的紀錄相關討論 讓我們知道 有關的建議討論是怎麼樣 有關的建議討論是怎麼樣 有些機率 其實是有什麼 有關的 知道嗎 好 那個 剛才副局長也特別提到 我們當初在做一個規劃 就是廣場的規劃 那當然是提到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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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不太符合 就是 黃仁郎自己 那就是我一個保存的計畫 所以我們當初做了一個 空間 規劃 並沒有做一個 保存的計畫 所以我也不敢去公布 我想我是提供兩個點 希望這個 因為現在是針對支持的 跟那個 爭點的部分 再做整理這兩個點 第一點 剛才涉及到農事法裡面 一個一直介入本身 在法解制上 縱使沒有必所建議的可能性 但是 遷移至第一萬 才是原則 這個部分 是法解制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 不是今天文化局 或者是 或者是監測他單位 做的就算 這應該有文資的 中央主管機關說的才算 那如果今天是例外的情況 我希望這個主席 可以法規定這個 憋復徵點 將來必要手 是不是應該要問 中央主管機關的 相關法解釋意見 第二點 剛才如果這個案子 在101年 應該討論它是 有意思介入的話 請問目前是 道路用地 以及廣場用地 這個是不是計畫的 個案變更 或者是監檔 在民國哪一年做手 那我認為 這都是一個核心事實 應該要列入 本會討論的焦點 好 對於那個剛剛的幾個爭論 從法令上面 從今再把它 已經清一下了 那普及方面 大概原則上不能移動 那它有個法條 就是 國家重大建設的時候 經過 剛剛應該是 就是中央的文書委員會 去討論 大概是可以移動 如果是 古蹟的話 那歷史建築呢 當然沒有明顯 那尤其它可能 大概 最中央來講 它大概都算是 地方政府的決定 這個 因為它沒有進入 這個中央的審議委員會 等等 所以如果比照的話 當然我們也可以想辦法 台北市要不要 對這個事情有所看法 那現在文字沒有寫 有 或沒有 那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面 第二件事情 就是 到底我們現在的山景 是在造物用地 還是廣場用地 我想 在這個階段 其實可以不用管 當然就是要在 我們做最後確定的時候 移後不移 移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移到 合法的 租教上面的 標台道路上的用地 那不移的話呢 當租教就要變更 就是 把道路用地 想辦法變更 成為適合的用地 或是租教上面的分區上面 這個是在 處理辦法 剛剛念的那個 古蹟 避死 聚落 等等這些 處理辦法 會去處理 這個會說明這個事情 所以在這上面呢 大概 大概是這樣 但是在公有的 歷史建築上面呢 我們可能還有一條法令 各位可以去翻一下 就是 古蹟管理維護辦法 那古蹟管理維護辦法呢 大概 也都有很多說明的 管理維護的方式 那其中 對這個最後呢 大概 哪一口將忘記 大概有這麼寫 這麼一句話 說歷史建築呢 公有的歷史建築呢 和私人接受政府補助的歷史建築呢 是同古蹟 大家記得有這麼一句話 那當然是希望鼓勵呢 這個公有的歷史建築呢 盡量呢 比照古蹟的方式呢 來處理 盡量 我等你講盡量 因為他們也沒有明確說 一定不可以或可以 這個 大家說 公有歷史建築 是同古蹟 那這種社群5G呢 當然在古蹟的管理維護法裡面呢 當然就是盡量都按照這個 這個古蹟的觀點呢 去管理維護 大概可能這麼解釋啦 好 我大概把這個剛剛 幾個有疑慮的這個事情呢 大概情緒如此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還有還有還有就是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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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聽起來 好像已經是正點 就是 簡報的事實已經到了 接下來 那 首先我先 可以公布給同學 感謝 因為 因為 明天的一些 我稍微討論一下 那我是先解一下這件事情 或是要進入整個選擇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剛剛講到這裡 現在這種控制法規上明確規定 古蹟不得遷阱 在歷史建築上 則是實施 目前沒有規定的非常的明確 有一些彈性 那當然 也有提到 中央可能在檢討的件事情 還有包括剛剛議員提到的 我們在股基益管理委員會官法裡 我們提到歷史建築 我們可以盡量去思考 用 公有歷史建築 可以盡量去思考 用股基的方式去平衡 但是法規上是保存更含性的 那同時 綠老師有提出 就是 我們現在到底算不算做了保存計畫 還是做了空間規劃 這件事情 我們也要重新思考 因為 就算是歷史建築 法規上也要求要有保存計畫 那大概目前 事實上在歷史建築這件事 我們這邊正在一個部分 以及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目前的用力可能不符合 但因為我們一定要通過新的出資計畫 所以可能暫時 不是一個最重要調度的問題 就未來會依據我們專項做調整 好 目前到這邊 那好 那請 謝謝 剛剛台北感到有膽子 然後當然 公安會的委員 也是我感謝的最強 就是 身為一個台北市民 30多年 那從年輕的時候 當然在各位面前講的 這有點奇怪 就是 我開始很關注到文化資產 然後這四十幾年 那一直看到 各位 不只是民間 然後官方 對於武器工立體建築的重視 與日俱升 然後 至於今天 我們好像看似 為了一個立體建築 只不過是台北的一兩百個武漢市場中 其中一個 已經翻譯做來 所有的公信會 說明會 工作坊 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我個人其實是相當的感動 然後也覺得非常的 榮心 身為一個台北市民 我們看到一個 全市文化素養的進步 好 那我們來談山景其實 當然是可以從所謂的 中向西路 或是所謂西區門戶 那甚至我們看到 什麼更大的台北市 或是整個台灣 作為一個 在歷史長者中 所有的淘汰 所有的不同的民族 在這塊土地上 發生的故事 我們可以看到 順利多多留下來的 可能文化資產 他們都是可以 重點到下面 去串聯整個完整的故事 包括現在都已經在 妥善的在利用 包括華山的 我們俗稱叫做 紅磚六合院 還有柏林股基 磚老工廠 跟磚蟻群 其實這都是在一整個 殖民經濟 跟產業鏈的 不管是大 是小 創作的這個工廠 他們每一個物質 所存在的那個聽作點 他都有一個 自己的故事 跟他自己的一個背景 那我們是希望 然後就泡運去之前 李翔老師講過的 我們現在都已經是在 歷史的 那一條場合的 快到出海口的 下游 已經在那邊 在那邊 盡可能的監選 還能夠剩下什麼 我們盡我們所能 去留下越多越好的 再一張 再一張 再一張簡報 我們問一些照片很快 剛剛 剛才上一張 上一張 抱歉 站在山頂康 我們要顧及到 南建實力委員 對於我們講解 他們的議題 這就在他那個 三個 狗圈的照片 現在看到台北友情 再下一張 就在他那個 三個狗圈 包括 其中的兩側 總共五個 我們現在看得到北門 再下一張 那這個是 1915年 都連軍控造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日本人 他們的 物質計畫的構想 北門很明確 在一個有環之上 那我們相對位 大家應該也都很懂 其實 有一個屋頂 資產鏡 那他的兩邊 其實這一整個區塊 公園的自帶 他又隨便多多的鄰居 或是說 金管好友 現在都已經 特聚往裡 只剩下 他是一個 在這一個區塊 可以證實 他曾經有過這樣的 發展的脈絡 那我們要注意的是 這個是鐵道 這個是拆除成場 之後的 同樣記錄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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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一張 接近戰爭末期的一張照片 還有這張看不到殘體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火車通過鐵道鋪前面之後 包括我們現在 台國館 正在整修的鐵道鋪 我們會去強調說 為什麼他要採取 這樣的建築樣子 其實跟他所在的 這個位置 他包括前面是一個 火車會經過 然後還是一個 乘航改革 馬路的這樣的關係 造成他的建築型態 再加一張 那這個是從西邊 望向東邊 我們看到北人在這邊 山頂倉庫在這邊 然後又已經增建了 他曾經是這樣的一個 歷史關係 那關係這件事情 是我在大一的時候 遇到金老師 找我非常重要的一個 觀看空間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觀念 我們不是只看三點蠕動 我們不是只看人 或是看空間 而是要看人與空間的關係 空間與環境的關係 建築整個大環境的關係 下一張 所以為什麼山頂倉庫 會長成這個樣子 它不像炸到成本道爾的電屋 這麼長 不像城內 這個人的電屋 前面是商店 後面是住宅的形態 它就是一個倉庫 然後前面一個單槍 半圓形的 因為它 前面是它的地面 有激露出 這個地方歸零 但是它後面 同樣它也是一張點 因為火車會從這邊經過 已經激露 所以它同樣 山頂的這個logo 搭配了西窗 出現這樣的建築型態 當然我們固然可以說 它往中間 不管五十公尺 七十公尺 它怎麼樣移動 還是可以講這件事情 那這就是階段我們要討論的 我們要不要做這件事 下一張 曾經1960年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小汽車 小汽車非常重要的年代 當時的 來自於美國製作計畫的觀念 全世界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蓋高架橋 蓋地下造 因為這裡縱觀也會經過 所以高來高去的高架橋 都馬上還在 這是巴倫的第一棟 我們看到那個時候 因為它當時還不夠老 所以就要拆掉 可是我們 現在最重要的一個 工網重建的主角 不見了 再下一張 各位仔細看 以前是沒有要保留北門的 這個現在看起來 是多麼的 唯一是統計連結的事情 台北郵局 然後鐵道部 餐廳商戶 每個人不見了 再下一張 因為 當時 對於文化資產的觀念 就像我們現在 對於2016年 當教的話資產的觀念 跟未來回頭來看 就是 它就是一個 我們覺得 它是一個永久 不會變的觀念 當時市長這樣講 所以我們是不是 先開一間重建 將來可以參考 原來的土壤情節 講白它這句 其實是 蓋新的本門 它不是千里 它也不是開 它是要去蓋一個新的本門 或者是 以前有一位議員 覺得說 所以我們現在讓它 那個門 盆在一個高架槽 來來去去的地方 路過的市民 勢必不可能 藏流出租信長 我們還不如 像金美火災 後來就這樣被震災 讓我們把它 去別的地方 放在一個公園上 讓它更輕盡的為能 好 再下一張 我的意思是 下次默默用了去檢報 所以你可能要得到一個 也就是再給你兩分鐘 好 沒問題 1990年剛 口班也提到的這個報告 在哪裡 1982年的文治法 只有北人是國定主席 那個時候叫做一級主席 旁邊沒有 全部的文化資產 什麼都沒有 包括酒局 它因為不夠老 所以沒被開 不要說暫停鐵道部 全部要開發 這個報告是 1990年 最文化資產的一個 冠名代表 所以我們 後來開始有了 鐵道部的 青色的一個 保存運動 然後現在留下來 是我們很重要的 在一張 1994年的時候 可以看到 已經有冰色 但是剛剛 夥伴們放得很快 我們沒有提到說 這一整個 到2007年 因為吉他捷運 開始開挖 然後慢慢的把 這一整個 整個區塊的 國化資產價值去建構之後 規劃不會再這樣做 不會是當年 只有曾經一個本人 然後一個友局 只有留下來 給他做冰色 也就是說國化資產 什麼東西是 要留下來讓後製區 享有這個空間 沒有物質的 每一個時代的觀念 都在改變 那我們現在是2016年 再一張 OK 這邊剛剛也是提到 曾經只有這樣 每一個東西 我們會不會留下來 那就現在 走出來看 我們是不滿足的 再一張 所以以前對於這樣子的 空間的想像 我們會看到這樣的 別人曾經出現 不是說不好 而是我要強調 每一個時代 對於我的觀念 都在變多 再一張 奉承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們再注意一下 那剛剛各位也看到了 各個局部的報告 1884年台北城完成 到1905年 這個人把整個台北城 拆掉 奉承存在的時候 他現在不是一個集體機 他變成基礎的鄉口 但是三民商戶 他活生 真的一百多年 在那個地方 還有人在裡面 上班過的現在還活著 還有人住在旁邊的 現在還活著 那個東西 他已經一百多年 我們確定 他已經存在那個地方 而且他目前為止 他只是沒有被移動 再這樣 不到這個問題嗎 我一定要假裝 不然這邊也排了一排 所以在這點 我一直沒用 八億 真的沒有要假裝 那我先確認一下 剛才之前 就事實的 真正點 因為疫情建築 是不是 他的經濟的灰散 衝爆 我們經濟的路 那現在其實已經激怒到 到底疫情建築 在原始保存的經濟 那我想中回是普通三點 一個部分 它是從既有三個狗間來看 為什麼 他的未同在原始的移民 他從不同的狗間 可以看到什麼樣子 這樣嗎 第二個他提到的是 人與空間的關係 人與空間的關係 第三個是 他提到的重點是 時代的關係在變成 對人們對文化孤產的關係 其實不斷地再講話 所以在這三個爭議 他在這個爭議底下 他提出的三個論也是這樣 針對為什麼歷史建築 還是要在原始 他提出的三點 那不知道是不是 保存 當時 疫地之間 或是 我們是先舉個來 我先 因為其實剛剛好好的 原諾都還沒有回答 我先請教一下 就是說 舊建築物本身 到底原地保存 跟疫地重建 會不會有差別 我們一直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請 等一下請 那個官方做一下 說明 然後我們突然做一次討論 因為剛剛 黃老師特別疑心 我們要用 遺地重建 而不是 可恢復性工法 這樣子的說法 這就是一個部分 以及第二個部分 比較清楚的就是 他在認知 到底那個意義 有沒有差別 因為我剛剛在文化學檢報裡面 有聽到一個回應 類似是 你把它移到一個 同樣之間的位置上 所以在方向上 是有保存 那個意義的 那對於在這兩件事 你是不是先請 就是文化局來做一些回應 還是要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這是觀點的問題 沒有好發言 那人家最新的觀點 遇到的幸好是引用 那2011也是一個很新的觀點 MISCO的觀點 那他的觀點裡面 有一些東西 只可以按掉他的步驟調整 讓他回到某一種想像 那是一種觀點 那如果大家覺得今天 在那個轉角上的絕對距離 是不要調的 那沒關係 那甚至保存計畫 或是將來就規定的更嚴格 甚至我也建議 直接中央修法 所有的不要分立建跟補給的都一樣 只要被指定的都不要裝 也不要考慮交通的問題 那所有的問題如果卡在這裡 他當然就會比較沒有彈性 那甚至我其實一直想 上次跟朋友交換 我覺得那高價橋也不改才 那也是像這中華民國時代的一種欺負 古蹟壓 對 如果說可以想像的話 那是不是都可以提出自己觀點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對錯啦 只是大家表示自己的理解好不好 不好意思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因為 法案局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然不會只有考慮到文資的價值 我剛剛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 還在用教育的時間 是我們從整體的 不管是結構 或者是歷景的觀念 來看待這件事情 今天法案局不是說 我就是要把它移走 因為它是歷建 所以我把它移走 沒有 那我今天還是要提的是說 我們提出的是一個工法的概念 我當然知道它是意地保存 可是那個工法還是可以回覆原來的 只是因為回應文資委員會 之前在談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認為那個東西其實都不是重點 其實重點應該是大家來討論說 今天文資民團他們提出來的方案的缺點 我覺得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而不是在談那個價值 那個價值 其實最後的決定是在文資委員會上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是在談說 你們提出來的方案到底是好 或者是不好 或是怎麼樣的方案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聚焦 我是以上的建議 好我先確認一件事 就是陳如剛剛這個報告 到時候我們到底在這個時代 要採用什麼樣的觀點 去保存我們的歷史建築 這個很清楚 我們就是回到文資委員會 跟文資委員們共同訪問所的決定 但是我們還是要理解幾個 現在進展出來的正義 這首先是剛剛我聽到的文化局的意思是說 這個山景的保存 它的歷史價值 它的文化價值 不在於轉角上的絕對位置 絕對距離 而在於 你剛剛檢報提到的 我其實沒有聽到非常清楚 你大概是路途 還有沿路 沿街面的街霧的關係 是知道嗎 對 那這是無漢原子的啊 那我想請教 民船那這地方有要挑戰嗎 轉角的絕對距離到底有多意義 還是說 剛剛民船出來的 從三個公文看出去的那個景象目一樣 這件事情的價值 是不是 有要做錯的 或做回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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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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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發現 附近所的指導師 還有她的觀點 就是 其實 這是一種 你要留下多少价值的问题 当然习楼跟树在一起 OK 这个是一个阵势 这个是习楼营一个整个价值的保留 那再来就是 它是不是在原来那个位置 它如果在原来那个位置的话 它跟周边的常驻的关系 跟它移动之后的周边的常驻的关系 势必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 其实刚刚还有一句话我也非常同意 没有所谓对错 大家都是在做观点宣价值的选择 那我们要讨论的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或者说在历史的这个当下 我们没有机会去把以前一直以来 觉得说因为没有不可以 所以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有一个扭转的机会 谢谢 方先生 要不再无力确认一下 所以习楼跟树在一起是重要的 陆福接屋的这个也都是重要的 但这个都是 牵引重建方案可以做到的 那你刚刚还再提到一个是说 但是移动了一定不一样 那我想请你具体化 到底移动了城市的文字价值 或者什么可以再跟我们推荡 所有的建筑物 包括我们的文化资产有所谓有型跟无型 那甚至是有型的话 我们也会有所谓的 我们叫文化资产 大部分都是建筑 那另外一种文化资产有可能是国宝 或者是某种器物 它建筑物它的特性就是 它有所谓的地底地号分配 它的位置 它盖在那个地方 还有它的历史背景 它的历史背景可能有政治有经济 有各式各样的因素促成了 那些专业嘛 出现在那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拿走 没有说不行 只是我们位置不要这么做 如果我们可以把它 先移五级七十公尺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拿到地匠中原 在地区上都办得到 我们完全相信 而且还可以让它更坚固更稳固 那今天我们现在有附工 附工南院 我们把策略摆 我们把肉精子 把它从台北拿去展览展览 OK 那这样是不是也是办得到 还是回得来 只是要不要这么做而已 我觉得都是全能的 谢谢 好 那等一下可能有一个比较成很久 对吧 现在要一起提醒 要不要再建议 我很快讲 因为那个 刚刚大概就是 还是补充 我 我也同意 那个 的观点 那我讲的观点 就是 其实他在2011年的时候 他提出来这个想象 他是一种创造 就是说 你可能会回到某一种感觉或气氛 那这种气氛是不是大家能够接受 或是想要的 那他就要做一些价值的判断 那我同意 县地一定有他的价值 譬如说 刚才也有老师提出来 回到三线道 两边各三线 回到六线就好了 对啊 我也说对 那大家全台北市民就能受 那是一种价值 如果今天真的做成这样的观点 那大家就忍受 忍受交通的不便 那我们看到那种感觉 甚至我觉得天桥跟火车道 不要 在地下化 也可以想办法让他上来 回到一种想象 对啊 包括那个天桥觉得很好 旁边还有几栋街屋 应该把他盖回来 那也是一种想象 就是说我们要回到什么想象 那最后还是要教他给文字委员做判断 因为你们可能 现在还是一种文字 是一种专业判断 你们要帮全市民 甚至全台湾的人做一些决定 我只能说今天大家提出 这个是很观点 没有好坏 但是还是回到旧案 刚刚说已经聚焦到两个案 是不是旧案去讨论好不好 那我们请新生记的旅长的很秀的凡事 是何旅长的 或是何旅长的 王政党 主席各位先生女儿 我是中生记的旅长 那因为是在我们中间区 那我奉我们旅长联姻会的命令来参加这个会 我们的当地旅长 王旅长也在上 他们要求我来做说明 因为刚刚在真典这么多里面 其实都没在讨到政典 因为这些里面 两兆已经都要搞多久了 我们都要做很多次了 在谈这些 不是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情 今天如果说大家这边不宜 你谈这些都是废话嘛 这没问题了嘛 对不对 要以差这些问题嘛 那第一个 我代表我们中生记的旅长 旅长联姻会交代我 我们是正人不宜的方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正人在第二个方案里面去做微调 其实我对交通局讲的这个说 对交通送贷和安全有非常大影响 我是不论同的 他做的这些说我是不论同的 第一个 现在是施工期间最糟的时期 其实在拆桥之后的整个施工过程 我是市长指派的交通观察员 我跟交通局公共公公里在县长呆了十天 所有交通通话我最了解 所有修改都是我们三个单位做决定的 我参与意见的 所以你说这些交通以后没有问题 其实是没有问题 只会更好不会更快 为什么 第一个 现在的路径是最复杂的路径 但是我们交通局最好的一个 所谓交通后制的实质设计专家 把这么复杂的路口 把这个实质做这么好 才能维持现在交通顺畅 真的是我们那个交通公公信 这个实质设计是 我看前国最复杂的路口 把实质做最好的一个范围 但是未来再变成一个实质路口 变成非常单纯的路口 以后我们中华都一个实通塔人间 也被别人也断掉了 那薄外路也断掉了 所以以后这里的交通 变成很单纯的实质路口 不是现在的多叉路口 非常长延远式的多叉路口 所以交通单纯非常单纯 这个交通流量流速会加快 第二个 我们未来的中下角下角 现在是进主走转 所以我们要往北边的车流 就要下角来就复离 以后是开放左转的 所以进程的主车流 往北已经从西南路走掉了 不会再进入中下期路 第二个进程的车流 到中华路又很多又转走了 所以进入台北震站 从塔城远到博安这一段 其实它的主车流 会从中华路又有转过来 可是它又不同的实质 所以影响也不大 可是博安过去 又变成五车道 到同样变成五车道 所以它有足够的容量 去储存这个进入台车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 交通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 不会只八车道也好 七车道也好 都不是问题 因为顶多现在只有三千多 批西湖而已 以后 中华桥下来 流浪减少进入中央西湖 流浪走一半 走一半 口外路进来又转的车 以前是穿越性的 现在只能二转走 因为封掉了嘛 所以中华西湖流浪又减少 路口单子 第三个台北西湾是 影响台北震动很大的一个业组 因为 因为监督时间进西湾的车流 堵塞东西在西湖上面 所以后来他们开一条路上 到北门再右转 北门西湖再进脏器 但是台北西湾一走了之后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所以说 路口单纯 流量减少 然后这个 西湾一撑走 这个交通量没有人 它还是那么严重 就是第一个 所以交通顺序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以后 八个车道或七个车道 是没有问题的 但八个车道会有什么问题 现况的 你像这个案子 就现在一样是吧 一样就是整个往南偏移 比如说我们大陆会距离北门 现在可能比较宽的广场 以后只能维持3到4公尺的广场 如果维持八个车道的话 还可以维持3到4公尺的广场 也就是说北门的北车 以后可以维持3到4公尺的广场 而不是说最早他们规划 的话是靠着北门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 所有小车道的方式去处理 因为这里距离有29公尺 只要划3.2米的车道左右的话 就足够划8个车道以上 还可以留4公尺的宽度 如果说西向通维持3公尺的宽度 我觉得够用了 还可以再增加3公尺 只要等可以维持7公尺 所以说如果把北门那个区域的车道 改成往西4个车道 往东西上车道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你们 差不多7公尺的宽度 在北门的北侧 当然东西南车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对交通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车祸影响 我更不能接受 我跟你讲 施工期间 因为当时的 仓促的 这个开放之后啊 没有划车道线 整个车流交织 没有提前分流 北门西的混杂在一起 所以车祸很多 都小车祸很多 我知道 可是我们改善之后 2月份发生一件车祸 我讲的是 北门这边周边 不包括其他 你们那个统计可能 包括整个区域 我不谈那个 那个地方 3月19日发生一件车祸 不用想 我就结束了 可不可以 合理长 那个影响的都是 跟交通相关的事情 对 我觉得很好 那我先 我觉得他已经迫不及待 有办法接受不法的交通这件事情 所以我先把前面都一确认了 然后我们来请交通局 做一些说明 我们再请合理长回来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可以吗 所以你 可能要说一个对话 那我先谈一下 所以刚刚在原始的 这件事不好意思 那个 真的是 总是要做出一些结论 刚刚在原始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的理解是 那个前论是 文化局提出两点 他认为三级仓库的 文化价值相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他的旗楼必须连路 以及第二个是 他必须符合某一种 跟一等排阶屋的相对位置上 他必须要留着 但是不是绝对的 尖角跟那个北门的距离 是重要的 这是文化局的主张 那当然平常有做一个回应 就是这两件事情 当然重要 那异地统建 当然也可以做到 可是平凡认为 呃在原始 这件事上本身 还是有他的相真心意义 那这个部分 文化局也同意 只是文化局说 那这就是一个选举的问题 我们到底要 多么的重建 所有的东西 甚至所有的人都干回来好了 那我想这部分 我们就要留在 文作委员来做判断 就是刚刚原始制造的 整一部分的真理 好那我现在是不是 请那个小黄局先回应一下 就是这两个方案 具体而言到底在交通上 有没有现状的交通问题 以及为什么你一定要改 那个合理堂 刚刚已经有非常多的职业 其实对合理堂 其实我先回应 谢谢 我首先先说你 第一个整点 就是你本来的有提到 有没有机会是五層到 或是五層到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警告财图之后 其实交通局 后面还有下一个阶段要检掉 刚刚那个文质团体有提到 其实我们下一个 交通局要努力的事情 是要把国外路到沿岸北路 南北向的交通贡献 是在做切断 然后其实它 这部分的交通量 有一部分运租是会 移转到中校西路这边 也因此我们之前 在做交通量运租的时候 也就算说 我们把南北向切断之后 这些量比准 有一部分 会比准到中校西路 来这边的影响 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面 其实都已经算进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 也做了一个模拟 其实在我们的 这个方案之下 它是可以承受 我们下一阶段 要做的 国外道沿岭的 南北向切断的这件事 所以说六车道的这件事 因为在过程中 大家也很关心 其实我们也做过了 六车道的交通模拟 最后得到的情况是 当六车道的时候 车流一边是回阻到 模拟一个小时 车流往东边是回阻到 松展北路 往西边是回阻到中校桥上面 所以其实那整个影响的 怎么会是那个 一路到西北这边的朋友们 然后所以 其实我们 以交通局长期的愿情 我们绝对是认同说 长期车流量是要减量的 只是说在行政作为上 我们必须考虑说 物质是步一步的 往前走的一个可能性 或者说今天刚开始 周盛行榜自己的那个方案 还是我们的目标100公里的方案 可是现况方案的警报有提到 其实我们现况是面临的情况 其实我们有的那个交通流畅小组 他每天在处理的就是 每天这个地方就是用路人路口的进口 然后就不需要请警察 所以出门来协助维持交通的一个情况下 或许我们的社会接受度 现阶段还没有办法支持我们 直接走到100分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临人的支持 然后再来就是 刚刚那个里长这边有提到的一个方案 其实我们这边有相关的数据 有没有 准备可以说出来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又在跟焦大耀说 到4月底这边交通事故的一个情况 其实并不是说引到拆除 不断的改善就解决了 我们看到4月份的数据 4月份在北门周边 就是这个位置 没有算起来点 一个月发生17件的一个事故 17件其实是蛮惊人的 4月也才30天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 现阶段这个是必须要被处理的 然后再来就是 有没有可能车道在所减 这个部分如果说 刚刚提到的2.8公尺的车道 因为这边本身是一个转弯段 而且这边的大客车非常多 所以在转弯段 大客车的转弯段 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内规差 所以那就是在2.8公尺的转弯段 大客车是会跨线的 所以就是在跨线就是更容易造成很差弯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边实际上 我们在车道团的附设 不可能车点到2.8以上 我刚才讲3.2我没有讲到2.8 我3.2可以坐8车到 还可以留3.4公尺的所谓的 网站空间 我最有空要 你可以讲到2.8这个是什么 3.8不可能吧 对不对 现在台北市的车道 南标县 除了外车以后都是3.0 可以秀一下那个方案15吗 方案15是什么 其实本今天是要讨论 方案2跟方案1 只是之前我们有评估过 这个是一次到处现行 划出来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我们要符合一些 短判性的一个规定 其实它划出来的现行 是一个多曲折的一个路段 然后再来就是 它其实是必须要削减到部分南侧的一个空间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 它虽然北门它维持的那个宽度 可是它是非常铁定将棋的 这个是我们继续内政部的道路设计管 上划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刚刚有这一件事 你第一个也是同意刚才 其实就我们的目标 其实上次在我离之后 我也特别提高 你刚才会讨论 他才有可能达到交通减量 就是你们的数据上 其实就我们的目标 其实上次在我离之后 我特别提高 我特别提高 他才有可能达到交通减量 就是你们的数据数据上 其实就我们的目标 其实上次在我离之后 我也特别提高 因为有很多问题 我有点关心 就我们交通举定的政策目标 是2050年 今年初到达18% 可是现在我们实际上 面领到的一个情况 是我看到的 就是当这两年 其实我都知道 新郁县跟松山县 是在这两年通车的 而其实在这两年的通车过程中 最近报纸也报了 台北市的公共运输 是趋近于此 其实并有很大幅的成长 也就是说 实际上当我们在 这个最精华的地区 所以投入了这么大量的签证 无论从公共运作使用率 以及从整个交通量的情况 的确我们现在是看不到这种变化 所以或许我们2050年的目标 虽然近到80% 其实它还是一个非常美的目标 所以当中女士认为 以百分之80大公共运作工具来 或的话要到2050年 而且是一个保守国的数字 那第二个我想要确认的就是说 你刚才回应就是 合理长的是交通事故的 就是说是类似有成绩的 然后第三个 这才能车道的摘搜点 或转换道就是 会涉及到广场的通知 就是所谓的 就是说你通知 其实那个外路 外团队在收到的问题 是连带着广光 想到广场的办法 是这样的吗 你觉得是哪个确实的问题 其实刚刚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方案已经到15了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 从1到15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都是在考虑 两栋建筑物跟广场空间的一个问题 来做了不同方案选择 所以其实每个方案 都是有做了这样的考虑 好那我们先就 现状交通状况 做一个结论 就是有没有人要挑战 交通局的数据 就是说我的理解 是现状之下的交通 需要发现到 然后交通局的评估是 要到2050年才有可能 有比较清楚的交通点量 而可以去思考更好的 文资的保存的方案 然后当然 有要挑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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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没什么 好的 呀 Services 我像是看到 我在这里 是 非常良好 我想今天晚上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当然这个三女仓夫一不一对牵涉到非常广面的意识形态跟价值判断的事情 那我从来到现在其实没有听到任何新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很失望 因为我们今天大概不是意识形态 也没有说可以不行也没有说非不行 而是要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交通节点里面 我们怎么样面对它可以解决现在的状况 这跟那个我也很希望说今天这个交通就不存在 可是这绝对是个理想 就看我们城市化的过程里面 这么多年Montrell的公约说要检判 大家都觉得是对的 可是目前还是达不到的 甚至这个状况更糟糕 所以我其实有些时候是相信专业的 我觉得交通局针对现在的状况 说2050年大概这个中澳七路之间的交通可以卖下来 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 大家都觉得要跳起来 明天就可以做到 可是你们是小市民啊 我是老市民 我其实对交通的事情 我当然觉得是人本很重要 然后大众运策取代一般的交通 这很重要 可是我们还是不要不是人间烟火吧 回到台北这个车站 看看这个在这么小的区域里面 处理那么大量的交通的问题 我常常看这个中央车站这件事情 普铁共构 变一个交通枢纽 其实我觉得对台北市来讲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值得骄傲 你们去比对世界上哪一个交通枢纽车站 可以有那么有效率 其实是没有的 那所以我讲这个就是 我觉得今天只是一个交换意见 当然我觉得就是 在有限时间里面 它能够交换多少 那可是我觉得就是 今天其实不是谈这个意识形态 或概念的问题 也不是去把法规再翻台说 可以不可以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都是 都是见数不见零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就应该回到 可能有的方案来看 到底哪个可以work 怎么会这个 这个交流会越谈越远 那我们还可以回到这个 古时候 对不对 谈很多这个什么东西是可以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 大家必须要注意 我们这个时间其实是单向的 我们也在往前走 没有事情是绝对是做的好的 可是一定要根据当下的状况 做个判断 我不认为你想踩刹车 就一定踩得住 我也不认为就是说民粹 是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 那我们在南韩交通局在就刚刚的问题 把交通的现况 告诉大家 我也想 不好意思 我也想谈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谈偏 事实上 刚刚范英鲍老师在问 法规有没有规矩力之间的不得签 没有 但是在文化资产保持法第30条 他讲得很清楚 古迹 他只有只能讲古迹 古迹非因国防 或者是重大建设 中央的重大建设 不得签 那这个重大建设要由中央改定 然后经过审议 所以我想没有提到历史建筑 因为历史建筑是在2005年才有这个项目 当然这个历史建筑的话 它是授权的可以去翻证 那到底我们这个北门的重大计划 是不是属于重大计划 那我想文字委员的 审议委员的很少 按照文化资产文字委员审议的工作 是有三项 在这个审议委员的第二条才是三项 第一 古迹的指定 第二 历史建筑是登陆 第三 本法所规定的重大计划 文字委员只有能做这个计划 所以各位不能把所有这个市值重大计划 也要推到文字委员 我想我们文字委员 并不能做这个决定 就是说如果说 你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重大计划 那这个重大计划 我认为一定应该有事过 你们这个团队 你把去赛得到议会的同意 决定是重要的计划 那我们再来讨论 再继续去做 我想 法有法的规定 我们不能逾越法 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交通问题 虽然交通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如果说它是一个 必须要保留的计划 我想所有的文字委员 多认为不应该要签 这是基本的 我们要文字 要真正文字的 但是如果说 你一定认为 它是一个重大计划 你提出正乱留 经过议委员同意 我们来考虑 看看是不是能够 怎么样配合的问题 我想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不要因为 你今天就一直在谈交通 毫无意义 如果即使交通 还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计划 我想如果你们能不能放过 这是我就 就命前的法 跟各位说的说明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的市民在这边去住 那我可以理解说 就是除了文字的价值以外 其实要考量到很多其他的 例如说 用路人的方便性 然后偶尔正度是挺宽 像都巴士他们考量的 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我现在想先了解 就是说 刚刚都会先到的时候 想到说八线道是很右线道 是不是三级就可以原地保佑 好 假设市的话 那是不是就要来讨论一下 八线道跟六线道 造成的冲击有多大 然后大家是否被接受 好 所以 那好 那假如说今天是八线道变成六线道的话 刚刚交通取得的人有提到说 就是可能会回赌到多少 那我相信大家只要在台北市有在开车或行车 基本上就是现在八线道也一样会堵车嘛 只要是在尖峰之段就还是会堵车 所以我想要了解是说 八线道变成六线道 堵车的时间是会变长多少 这对我一个寂寞 这会开车的用路人 我关心的是说 会变长多少 我可能从金北市到台北市 会因为八线道变六线道 我需要多等五分钟 十分钟、十五分钟 这样大家才可以去判断说 我要不要支持这个方案 好 那另外一个是说 假设八线道变成六线道 那一整天里面 假设说六线道好了 一整天里面到底堵车的时间有多长 假设是一天二十小时有 二三小时半都是顺畅的 只有堵到半个小时 这也会影响到大家考虑那边 所以我在想通许是可以提出一个 六线道跟八线道 对于交通的时间的增加是多少 然后五车的时间 到底在一整天的比例是多长 对 那另外一个是说 六线道跟八线道 对于交通安全上 例如说刚刚车货的数量 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 对 那这部分我觉得对于市民 或其他参加的人 可能会比较好选择说 到底是不是要怎么选择 那另外 总将领行的就是说 假设这边有六线道 三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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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方案而言 两个都是发生到 所以 但是 我们应该都统一 离清交通的现况 可能是重要的 所以我先 还是请交通局 跟大家做一些报告 那相关的 如果你们要的数据 今天没有不够的准备 我们就请交通局 接下来提供 就是给委屈回 每天其实要注意好不好 好 好像有老师想先 想话 我们可以先让老师讲话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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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想 我 我 我 如果说 如果说 可以把整个 宗教中路 宗教一些路 还有 那个 那个 宗教小王子 通通都改在 这种六线道 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一个 系统 系统 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 我觉得交通局一直是想要把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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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一路 就是我正在前面的 参与交通 把它排开 所以 一直是想办法 用 市民大道来取代 但是 各位去看一看 好 现在 每天早上 从宗教一路 要转到 转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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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交通专业 我们也好希望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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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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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飓 里面 在任何一個地方有事故 那個統戰通通是很年輕的 那就表示臺北這個道路已經是 已經是道路周期滿的 都是滿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政局講說 未來比率可以降低 那個是總量增加 總量增加 我們在這個政策中間 盡量想辦法去把大陸的運作做好 讓人增加的東西去使用大陸的運作 但是我都會講說 除非市政府有很強有力的意志錯 意思是說錯 不然的話我是覺得以現在的方法來講 我是覺得那個真的是 想要降低小先生的持有跟使用而已 我是覺得是很困難的 我都變好 所以我想就是前一集的都會出 前一集的都會出問題 好 謝謝 好 為什麼才是教授 那今天來教授也要面對這個節目 謝謝 謝謝 這個 非常驚訝受邀來參加這個 這個表現 謝謝 呃 我要介紹在何國的民進黨 他是在北深公司的交通大會長 當時在交通黑暗期 我當時這個交通部門 我們兩個都必須在處理那個問題 所以我相信他的身形 那 但是這裡面一個 關鍵的問題是一個價值觀的選擇 如果以後我們第一次這樣寫 呃 因應忍的時候找一個舍道的擁擠 所以 留下了張卡的簡單位置 所以我今天來參觀這個 第三個部分是 呃 按照 發展局剛的說法 西區文部計畫 不是一個開發計畫 雖然我聽起來很像開發計畫 按照一個故事 就表示我們這邊有個共識 我們希望在基金這個討論過程中 會造成這邊會有個 北門歷史文化古今園區的出現 所以他會讓大家在這邊 重新從以前的河道時代 到鐵道時代 到做了中校引導的公路時代 回歸到把公路拆掉 引導拆掉之後 又回到鐵道時代 然後讓他又有點好像 恢復歷史的感覺 所以這是一個 一個選擇 那這段下來就是 剛剛提的這個 車道問題 因為剛剛這個 那個合理長他提的 事實上是 有一部分是希望轉移的 從西陵南路中華路 但是這個部分的轉移 接著到交叉口的設計 包括這個 現在有一個地方不能開放 左轉的 也就是左轉連立北路 就是從西往東 這邊先目前沒辦法進來 所以這邊的車道設計 如果說按照剛剛 合理長的講法 是可以 這個 少一個車道 他講的是七車道 不是六車道 少一個車道 那如果我們在這邊 來思考 有其他的轉移方式 那我到這時候 舉一個例子 當時 世界正義書 要做林彥大道 在西陈南路說 交通局說 可以扣翻1.5公尺 我在公平會講 我說可以扣翻9公尺 交通不會有問題 所以現在就扣翻9公尺 那你交通會不會有問題 還不完成 你知道 但是就這樣做了 所以我到現在說 有時候是一種選擇 那我到這個交通問題 如果是 不是問題 今天應該 好像大家會同意 就保留延遞 然後就都沒有問題了 那現在只是一個選擇 那這個選擇 剛剛問題就是 到底要弄得多少 或者要轉移多少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如果說 讓中逍西路這邊 變成不是大家進出 台北這邊 新北市 只要是趕到 只要要發列這邊 都不喜歡走這邊 因為他們知道 這邊車道早 所以都希望轉移 如果這是一個情勢 那這邊是 還有機會做轉移 非常一點 謝謝 可能不是問題 總共有問題 總共是可以說 我這邊交通相當 增加兩點 一個是 我覺得討論 牽涉到交通相關的家庭觀 那 必須可能會說 我覺得聽起來 其實我們很大程度 是 以車為本的 規劃討論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我们也就诚实面对谈清楚没关系 但是有时候听到 其实都是特殊为主的讨论 但是我们又一直在说的 本交通 有点下股脱乱 这是第一个 那听起来我也很认同 是比较务实的谈法 2050可能 2050是个有点遥远的现况 有点遥远遥远的未来 那我们在当下 我们要以这为本 如果是这样就诚实的这样谈 那第二个 也听到很多有关于等待的讨论 但是其实也都是以车为主 但是其实目前为主 我一听到其实反而是 您今天提到的方案里面 有考虑有北边捷运站 两种捷运 北门捷运站或者是未来的 机场捷运站出来的 人行动线的等待讨论 那我也希望这个讨论 有机会待会一天查到 而不是都淹没在有关于 车的讨论者 太多问题了 我希望我们能不能够讲 其实这个整件事情 针对这个路型或者是北门关门的讨论 其实如同各位所说的 他以确是从价值观的选择 然后所以在整个过程中 从我们开始做引到拆除这件事 交通局就是从100年开始进行这个规划案的 价值观选择就是北门重现的这件事 希望把空间打开 税路里把引到拆掉了 然后接下来 下一个步骤就是 这下可能有大家有不同的价值观观点来提出 然后所以 其实在北门打开这件事 在周边的人行动线 以及那个我们人行的空间都是以并做检讨的 并不在这个案子 绝对不是单纯的检测为本的去考虑 只是说我们务实的面对 我们现在交通面临的一些困境 然后再来刚刚那个文字团体有提到说 现况交通事故多是因为北上的问题 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事故都是比东西相比较多 然后当然如果说你暂时性路型 它本身现在的一个路型 本身那个交 因为路线不眨交支点很多 就我们交通商业来说 大家都知道交支点越多 就事故的风险就越高 然后未来如果说南北上可以截断的话 当然交支点是变少的 所以无论是方案二或者是方案十一 南北上阶段都可以达到交支点减少的问题 然后可是我们来看方案十一 方案十一是两个南北上的交支点减少的 可是其实它在南侧还是会有风险 然后我们看十一A好不好 就是因为可能对方觉得我这个土长得跟它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那个 其实就文字团体提出来的示意图 我们也依照了那个示意图 重新照描在真实的一个路型上面来看 其实它北特面临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反向的曲线 就是它的道路是先往北再往南里 然后依是在这 就这边 这边如果说依内政部的道路设计规范 它本身这个反向曲线的话 它中间是必须要加这一段绑合曲线的 所以这边也因为 就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车量行进的动线 尤其同样的问题是大科车在这边走 还是很容易有跨越车道线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依照这个实际对照画出来 然后再去上量它的那个转弯弹性 所以发现说它的 这所谓还要讲的 刚刚对方讲很久 好 问你太多不好意思 就这个反向曲线 我们也仔细去量过它的转弯半径 在这种情况下 它北色这边的设计速率 其实是只有40公里 然后40公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种行车速速还蛮快的 可是我必须说明的是 所谓的设计速率是 允许安全行驶之下的最高速线 也就是说当今天有一台车 它超过60公里 尤其最可能发生在领风或翻译 这种情况下 这样子的道路设计 没有人可以保障它的安全 甚至可能会提供国家抵抗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我必须念对的 然后在这个方案里面 虽然北色的问题是这样子 南侧同样有个问题是 它进入了北门的那个 中央指律的定着范围 它这个问题还是同样存在 南侧其实它又新增了一个风险 也就是它在这边博爱路 汇入中票新路 它是没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公开做汇入的 所以虽然说 我们这团体集出来的CEA 它的难点像结断的交织点变少 其实它还是有不同的问题存在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 在我们之前的考量 才是一方案二 它可以讲到最初 事故一路走来 期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而且它可以解决 这里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刚刚那个 每个事故就回答这件事 其实刚刚那个黄老师也回答过 因为其实台北市的主要单到 我们目前的设计方式 我们不会给它太高的服务水球 就是让它刚好过了一个情况 它服务水球可能是第一集 接近一级的一个状况下 所以当然每件事故 一发生就会造成交通影响 这个是必然存在的 可是至于就我们整个 这样子监控下来 就是重复创始组监控下来 这个地方确实是发生 事故回处的情况 时间处理是必须要特别人久 然后刚刚也有 谢谢王队长 因为那个时间 还是说有些回忆也就上网 有回忆也要讲 刚刚跟这边还有 刚刚对面 刚刚对面 好 郑老师 快到10点了 我刚刚郑老师在整网 郑教授 不让你停下 猫歹 还是就上网 到这个时间有限 我仔细看了几张图 我怎么表达这个三方面的意见 第一个是我们邻近 跟日本跟韩国SORR SORR在2003年 这个 也把车站附近的这个高架条拆掉 拆掉 拆掉之后 他把SORR前面广场 一半的道路空间拿来做公司的运动 一半的空间 那花了这个不到十年八年 他同时在全市 除了他有310公里的捷运之外 他又盖了172公里的BRT 所以他的公共运出比例 要总35% 到现在60% 十年 十年 所以我谈这个意义就是说 当然交通一定会主 所以把高架条拆掉 一个重大的意义 就是要回归这个人本 所以 让前面有更大的空间 是我今天听到 不论是在异地重建 原子的意义 交通永迹 这几个权分之后 我认为我们台北架绕对球的方向 特别要在这个本人这边 来展现出来 第二点 其实这个图 像文芝環境走步联盟有几张图 它从北侧跟南侧 让我想到 做这个规划应该是组织发展区 对于本门这个区域 本门的广场都保留着这个范围 保留着范围 那如果这个保留的范围可以做一些权衡 所以它变成第二个非常表达 就是说 这个本门广场这个范围的 这个大小 实际上就直接影响到 后续交通局 对于道路 面积或者宽度 它车道要求 这个对比需求 那所以才会有这种 偏移的这种设计 所以才会吃到这个 人行到政治建筑的这个 或者广场的这个面积 那所以这个广场 这个北门的广场这个范围 在读花局这边的设计 规划 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感变 因为我们现在想说 比如从赤车道变成 散车道 或更多的公共运输的空间 但是人生需要 在广场所需要的范围面积 跟车道上面 做一些权的范围 做一些同性的思考 才有可能 让这个原子 这个保留的这个 这个会实现 那这变成第二个要选择的事情 那 就从这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最后一位 我以为想听的 日本东京车站的改造 花了很多年了 花了很多年了 它的改造 让我们的感受 刚刚说大楼之外 它最大的意义是 它没有再增加任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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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的车道 它反而是增加了更多的人行 步道 这个自行车道 这就看起来 你要选择什么价值 那 我也希望交易局能够跟西子来做一个分析 这个 刚刚有一位 我忘了打一位 我们的年轻朋友 比较说 会产生 因为你适合 才知道 会产生 多增加的 盐 那 多产生的 这个 那 那 那我来做这个价值的看待 我想 会不更不明确 那 你建议转接的这个做法 呃 我是觉得这个 资讯啊 不够 还有这个 大队长 对不起啊 这个 这个 刚刚提到交通管理的这个 管制的这个措施 跟简化之后的产生的效力 我个人是蛮认同的 那 但是你很客气 没有时间 让你在 我做不了 不过你 谈的这个意义 是个方向 因为你自己从头到尾 参与 这个交通的感召 我相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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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三方面的意见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因为 时间就有点晚了 那我现在想要先确认一件事 就是说 呃 我们应该都还同意 我们还是要直接对现在的要求巡投 那我的理解啦 我们在会前做的一些准备程序 本来今天要讨论两个方案 就是第二案 一个是你们的第十一案 但是现在不断的有一个新的 要把八线道 限缩成六线道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这个部分 就是呃 迷藏要另外也同时去遍够一个六线道的方案 并且从 这个部分是怎么怎么去你们的 还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十二案跟十一案之处 比较 因为如果是十一案 我刚定交通局的因子是一案可以达成发现到 我们的需求而已 我们很清楚 可以讲了吗 好 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方案 希望是作为可以现在立足缓高空的 的焦虑 那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方案 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就承认方案对我们不觉得他们最好的方案一样 是让大家有空间重新来讨论 刚刚所有提出来的议题 包括说 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数据进来 帮助我们做决定 对 好的 谢谢 那你这样 你碰到那个方案二了 我在这边做简报很清楚的 跟郭文法官说 其实 这个 这个未来的方案就是方案二嘛 方案三 方案二嘛 现在是要北移嘛 因为要北移 所以说要迁离森林山珠这辈 其实 现在的路循从这边经过了 从这边经过了 现在路循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他们也没有问题的 以后更好不更外 对不对 插北在哪里 插北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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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路循过来的话 23米2 3米1 3米都可以 但是外车都要换快一点就好 所以其实它是可以维持 八车道 不牵你的八车道 但是在北车的这个北本 距离这个车道 大概3到4公尺之间 就是温存八车带的方案 不动 两个都不动 只有牺牲一个北本的北车 从可能现在七八公尺配成三四公尺 要不要西车这一点 其他都没有动 这是维持交通 一想最小 这边想一个警官的方案 但我为什么不说 七车都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把这个 这一段维持七车道 排三车道 这段维持四车道的话 因为这个车道 这边有个左转 有个左转道 所以它往西有个左转车道 需要有车道 这个路口就是很单纯的 中央西路 东向西可以左转 那中华路 南向北可以左转 其他两方就共左转 是一个很单纯的四路口 以后贯通车道是 塔城街不是冤兵北路 冤兵北路 冤兵是撞掉了 才进不来 怎么又转走 这个博外路又也怎么又转走 所以说 如果说这一段维持三轮车道的话 其实 这段维持三轮车道的话 不会影响的 就会说 这个空间很大 他从来空间很大 这个湾进来 他就是这堵车道的 所以那个也没有停止问题 所以说 我自己影响不大 所以说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北门 这个流 快一点的话 就把西向东山的车道 这一小段 这一段 就是从塔车道 引体为止山车道 然后东向去为止车道 我觉得这个是他颇有问题的 因为整个 整个量是减少的 怎么要减少入口减化 所以我是说 如果 我一直包装在上面 处理问题 也可以 那就把防流管理点 是这个意思的 好 谢谢 还有吗 我稍微收一下好不好 就是说 考得到现在为止 听起来交通方案 就是说 三行不动的交通方案 一个是民传提出来的十一案 是交通拒绝的 是还算可行 但是 可能 会有一点点交通上的瑕疵 就是从国安转出来的那一段上面 那这是交通的部分 然后 当然理想和理想的 这个方案是本来不在今天讨论里头 但我们有听到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便器车道的可能性 这个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再讨论 但是我现在想要回到 所以其实 刚刚一直不断在问的是 我们 这两个方案 在其他下 因为既然交通 我已经想对可能 就只有那一个想法 我想问的是说 在这两个方案上 到底我们当时是为什么这样做 如果不是单纸很好问车辆的话 因为刚刚有提到 其实从头到尾这个计划 是因为我们把一道拆掉了 为了重建北门 那为什么要留这么大的广场 然后 以及 这个 呃 动视真心 动线上 刚刚防卫委员移出来的 我们到底是怎么去指导 有没有在原型中 会团出这么好的设计 的这个部分 做什么 我这边先回应一下 那其实如果单纯比较空观点 搭车到这件事 可能就是刚刚讨论 说的过程 搭车到 它的确是现况的需求 然后至于刚刚 大家很关心的说 那距离北门究竟该多远的这件事 其实这个是 价值观的选择的一个问题 然后只是说 我们是否 跨结出在共同 讨论这件事的基础原则 就是我们希望 把北门的空间留设出来 只不走下来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然后如果说 如果说 如果说 刚刚有提到说 那我们今天 只是一个选择 可是 我们希望的北门 是距离车道只有三公尺吗 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 必须要考虑的一件事 这就不是讲到客户了 我必须先说明 然后再来就是 我要讲什么 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 对就是 刚刚提到说 交通量在 以后期的路程 会不会减量的这件事 我必须说 你就是 从那时候 现在的国爱 就是往北市可以贯通的 南北上 它贯通 未来一代贡献 究竟会去哪里 因为以后这边 这边不通 它就只能够往东爽 然后 而且它南北上不通的交通量 它有一部分地址 就会移转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交通量计算 是有把 有把西往东的量 国外南北不通的交通量 影响也算进来 因为其实以后 西往东的交通量 其实是比现在正好而解决 所以 现况或者大家会觉得说 现况看起来它不成问题 可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它 既在贡献 它会移转到这一段的影响 所以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计算 其实未来的西往东的量 自己东往西 在北门前面这一段是更高的 我们这边已经维持在 在最小的就是我们依据 道路的流量和容量计算 已经维持在最前界的一个状态之下了 现在之前算出来 其实未来的一个情况 就是刚好是借在地跟地之间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这边的年纪 达到这种状态 各位 各位 那个 西几华社长能不能再想到方法 那是 那是 您的问题还有 还有要想多 这是您的团队 还是您的团队 还是您的团队 那我第一次来参加你们 是这种团队 那我基本上 非常 佩服我 这就不用讲你们做得非常好 非常棒 那我只是讲说 我担任最热爱的两个关键 第一个 交通局一直要把这条路设计 发一件照片 不这么判断 就是为了以后工资专用刀 在做insate 因为以后工资专用刀 会删掉一些路线 所以以后 那假如不是 没关键 不用回应 那第二个 我是针对文字委员 因为我是老太决人 我住六章里 六章里就是现在的元气 后面的地方 我非常感慨一件事 元气那块地 以前有一间房子 叫做林安泰国座 没了 那林安泰国座 现在开到哪里 那个 对 反正现在是一个合体边 那个美术馆后面的那个合体边 他在他开到那边之后 请问几后 林安泰国座 拆到那个地方 说这个老太决 可以给你们讲 说那个 元气那块地 全是林安泰的老家 我跳过他的围墙 在他的西边 背驰 在那边玩水 背驰头 我做过一个东西 爸还在网上海上 我是老太决人 请大家帮你们记住 这些理想 他今天会来 他今天会不管讲什么话 他今天只想留出 他跟我们的问题 这个就是历史 请大家把这个放在外面 媒体他有去过 他有跑过那间房子 他在前面跑过 这些都是例子 你把它挤了 你把它统建 你把它整理 他就不是 林安泰国座 林安泰国座 那边我连次都没有去做 我去了 因为他就自己拿来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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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已经进行还是先开了 所以就是现在每个条拆掉之后 每个假日社交人 我们会在那个地方看到的影像 各位可以看到 人造非常汹涌 可以看到自己的价值实现 那些人 有的人是站在这些地方 有的人是站在行道上面 有的人是站在所谓的北门的光厂 鼓起的静索点 有的人是站在马路上面 因为有红绿针这件事情 所以北门的南北都有马路 并不会成为阻碍大家去亲近北门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再来回想一下 用路是在城市中行走的一个经验 我们过人那一路 或者是过新增大路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一个发现到 或是城市世界的一百公尺块的一个马路 如果我们发现到 全部放在北门的北街 OK 这当然是一种做法 我自己本身在做一个导演 这个地方自从开了北门槽之后 我已经走了七次 我每次带着一团人 不管是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我们从北门站出来也好 我们从台北都站要往前到走也好 在这个地方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临时的交通路程的状况 这样白点才混乱 但是其实这个混乱完全是负面的 我们在等很多的红绿灯 我们不断在调调北门是一个珍宝 各个处置都是同一件事情 国立古籍它很重要 那我们怎么观看它 一个方法是 我们在等很多红绿灯的时候 不同的距离 不断接近 各个不一样的角度 看到它的各个各样的建筑的与会的元素 再来就是一个 在等着现在北面就是一个比较寒的马路 我们要看着那个描述 一路筹码 赶快跑过去 不然这场人会被困在马路中间 以后的发现法 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 那现在如果我们是一个暂时性 我们在零零之前 没有办法去回避 发现到这件事的话 如果把发现开整是两线 就是上下两线的话 是不是对于接近这个骨骑 是会有更多的一种可能性 另外 因为今天时间也晚了 但是不好意思跟主席报告一下 我还想要讲一个 不是跟交通非常直接的相关 但是也算是跟这个议题非常相关的 我们为了要做所谓的门户计划 门户计划融洞在景观 或者是背后有没有开发 我不知道什么 但是活生生的很实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我们去谈论的这个所谓 山景仓库以外 它的东边的这一台 目前是还有人在使用 还有人在居住 还有人在生活 还有人在里面做生意 那这些店家或者是他们跟单体的关系 都是统战后 到现在四十年五十六十年 慢慢的累积了 这里面一户一户 全部都是活人生的人生 那我们现在在谈什么叫做门户计划 好像就是说要有一个伟大的愿景 然后让大家进出台北的时候 看到一个漂亮的景象 那个漂亮的景象是谁的漂亮的景象 虽然说它不是有点理疾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重要 谁被牺牲了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人在讲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如果要讲 其中跟法国是重要的这件事情 它现在跟旁边的这些 然后现在主义的建筑物 它同样就有这样串别的脉络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把它全部拆掉 然后剩下一个关系之后 左右松挪一点 轻挪一点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 它其实就是见证了台北发展的轨迹 那如果我们觉得它不好看 我们可以讨论招牌是不是要管制 外强是不是要清醒 而不是我们很轻易的 就把这个上面的很出户 一笔抹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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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委屈 我这边 我是民团的人 我是委员 所以 所以我没有要替民团伟大 那个 不过刚刚刚刚这个歌唱 这个歌唱 这个歌唱是非常专解的 但是呢 我只想一个东西就是 今天这个方案11啊 跟方案2 它其实是一个本质的支援 支援不对的选项 也就是说 再怎么看啊 所有民演而实交 我们是不是规划专业 选项2是非常成熟的选项 选项11真的是 但是 就是不专业的选项 但是呢 当工部门用这个方案 说11是叫做民团选项 所以 本质上出现了一个谬误 民团选项只有一个 我要先确定 你们选项是不是就是 不要 还 不要移 所谓的单行仓库 所以任何不移单行仓库 就是他们的选项 所以 这个东西要提出来 所以你们在入宿的时候 必须非常清楚 所以就是说 假如今天要 所谓的选项2的对比的话 他应该回到选项的2跟3 因为选项2跟3 他很直接的投论是 选项3 他其实是非常接近 所谓的那个北门的 北向的广场 就是翁城的广场 然后呢 这样子才可以投论说 假如将来 我们可以从发现到 什么系统的转移 整个中校同学电子 六线到的时候 他马上就会让北门的北广场 增加了7到8公里 就会非常接近现在的选项2 所以 其实 必须把这论调子 还有因为靠近 不然大家就会回答一下 所以我的意见 谢谢大家 可不可以放这个都委会的权益 这个可以同意好吗 之所以 因为今天是公听委 我觉得刚主席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诸文会 当初有重要的权益 就是说 文之委员会 审计的内容 会改变诸子教的权益 都可以来看 为什么这样 因为文之法是特别法的 文之法特别法 讲得很清楚 22条说 所以说 所以是为了谷积 利益 利益 还有聚落 等等等等 那土地利用 那得受 故事教法的规定 所以才会有这个弹数 不然如果 故事教法通过的话 其实可以走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公听委 反而是 提供各位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还是要 给全资会来讨论 我当然知道 像刚刚学老师说 不应该回到文之后 可是如果按照 特别法的规定 明确22条说得很清楚 他文之会的这个 普及使用 就是意见跟 古迹跟聚落的 肯定使用 不送出需要反 否则如果 最后文之会还全力 疑惑不疑 那才会后续 会有交通 跟都市计划配合 所以我觉得今天 因为是法 提供各位的意见之后 例如说 远台是2跟11 今天搞不好会有 第16 例如说 就是这个8线道 或7线道 或6线道 我觉得这都是今天 公议会最重要的 目击性 还是要回到那个 要不要移 还是要从整个 古迹历见 跟本门的意向来谈 那决定以 我相信 一定会有 督机跟交募配合 决定不移 应该会有 督机跟交募配合 不然就不用 只把这个特别法的 目的性的存在 以上 我希望你能够接受 看起来 大家可以接受 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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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先 今朝的时期 不要至于南北县的冬陷 但是 经过了长久的一段时间 尤其是战后 雷儿大量的웠 重称百仅 shouldn do 一些象 然后现在凡样的处理 我 Mustang 观下我选项的 特别 当然 如同一刚 李维że有提出那个 郑初委的诚定 但是这牵涉到 有多少的起 ponto应该 fund 那我们刚刚有其他委員提到说 整个台北 特 voor三附近 但不险记性 但是限制的 但在這個計畫委員會裡面 我的看法是我覺得 五鐵公共不是一個應該要支持的價值 相反的 我想問的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未來的交通計畫裡面 對於現在之中在這一區的交通量 有其他分散的規劃 我覺得要這樣來思考這個議題 才會有意見 那譬如說剛剛提到這個 財經期待 已走了以後 讓整個交通量其實減緩了很多 那到底未來有沒有可能有類似這樣的計畫 那這個也移民的 像剛剛高學的一個回憶 也就是我的第二點 現在看起來 因為剛這個2050年的願景 那只有百分之 就是交通量 小汽車可能減少 我想那個百分之八十是 小汽車還是包括所有的交通量 可是如果這是我們2050的願景的話 那我覺得 這個好像進展非常有限 尤其要放到我們現在整體的 先進的程式在這個階段 只是考慮社交通 那我覺得真的是關乎著 我們如果看在願景 還有前景的刻意 那這個 就是臺北市府的交通計畫 的漏跡更明確 那現在到就是未來八線道 到底有沒有可能縮減車道的位置 那剛剛剛剛委員也提到說 那個首爾市公新的2003年的 市府前面的廣場 變成是這個 從原來的比如說車道 變成是綠地還有空車專用道 那其實今年我們去 首爾市的都 他們在討論的是 光畫門前的實現 知道有沒有辦法 有留更多的人形空間 那目前 地方政府也想要推這個計畫 但是中央政府不太贊成 因為中間有中央機構 但是我想他們 等到2050的時候 應該這個計畫 是有可能實現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希望有人會 這邊就我自己而言 我想看到 那一個比較長期的 中央合法的一個 那也不要讓我們 但是希望我們會有一個 決策上的情緒 然後另外提到 就是其實在那邊說 那個歷史上的問題 好像我們現在都在 意圖上看這件事 但我要強調的是 當我主進北南人之後 我覺得從那個 北南的拱撞空間 看這個歷史上 這件事是重要的 對市府在講的 那個南面的那個走道 以及北南會 如果有廣場空間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 但是這個關注到 那到底他一定要不要 探險之後 希望你中考的 消空的評估 可以跟我們做判斷 另外我覺得 未來2050年 如果還是一個 發現到的 這樣的消空規模的 這個區域 其實不太 我們可以進步的想像 如果會有委員 那 那 如果會有委員 張正雄 那 很晚的 都不要這樣 可是 我想今天有報告 通常的報告 有兩句話 那我非常的感慨 第一句話是說 下一代就看不到了 那今天在決策上面 好像 我們 我們 似乎一些 我即將要退休的人 在幫這些人 來做一些決定 或者我們這邊 很多要退休的人 來幫他們做一些決定 那好像 好像 收拆過去 因為我的決定 可能讓他們的家裡 再看得到 所以 所以有這些年輕人 一出來 我覺得我 是 第二點 有一個句話 叫做誰的門戶 誰的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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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誰的棋村 似乎異有所屬 這是林建總的門戶 是林建總的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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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有可能是 全台北市的這個門戶 或者是全台灣的門戶 誰的棋村 你們用那張照片 似乎在意思說 旁邊有一些地方的人 那些建築物 會做到棋村 那些 應該要找到 但是我也要 告訴你們 有些人 可能願意說 說是留得到 來報告他們 但是今天晚上 還有很多人 在通過忠孝橋 在那些 現在可能還在外面 奔波打拼的那些人 他是不是願意犧牲 來成就 戰利他 我自己在想 我也希望 每一會想 也會去想這個問題 這個犧牲 不僅僅是說 是 這些 是歷史不用的 其實 我們可能 也有一些人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家族 強壓在別人家族 但如果很多人 認識我夠久的話 也知道我的立場是重要的 但是 我能來希望說 我看到很多人 在宗教教上面 在擁擠的時候 不會 金正回答 第三個 我覺得 六車道 不太 八車道 只要是 能力 或者是故意 其實我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就交通的環境 只要八車道 你要怎麼弄 慢一點 什麼 我其實都還可以接受 那也就是說 但是 要回過出來 問說到底我們 所有基居嗎 這個目標是什麼 到底 這樣一個八車道 是不是還能夠 成就我們 擋住 對於這個基居嗎 或者對於變成 這也很想像 好 回答這三點 給我 各位各位商量 謝謝 那個先生老師 清楚的說 不是我的能力 但是 如果我是台北人 那個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我的能力 想想看 每一件事情 從美的角度來講 要三度空間的行 還沒講美 我還是要講交通 交通就是文化 為什麼 人的生活是文化 今天要不要問 淡水河另外一邊的新北市民 要不要 我覺得要 今天我聽了半天 八線道 還有聽到 六線道 還有聽到 東往西四 西往東三 還有一張圖 和里長說 因為東往西是四 西往東是三 我現在就沒有聽到了 那 沿平南路 上來 往右邊要怎麼辦 我沒有聽到 中山 南路 東 是不是要三線道 一路下去 我沒有聽到 所以我覺得 再回來 我們今天在講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講 那種價值 我好希望 這裡沒有車 我好希望 可是我知道 八變六 至少有一百萬人會抗議 那你可以告訴他說 一百萬人 你不要抗議 我們為了文明 可以嗎 好 這個時候有一件事情 不管各位愛聽 或不愛聽 那叫科學 為什麼會要用革政 是因為一個 那是最好的尊敬 山景倉庫的一個構築方方 為什麼要革政 是有一天 當這裡 不要說六線道 沒有車的時候 他可以搬回來 他可以搬回來 所以就回到這個事情 我今天聽了 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作為一個台北市民 就是 北門不重要 三進是議題 再兩次的文資會 只要談到 比如說我的同事發言 那玻璃就一直敲 以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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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非常多 太多了 我跟你講 有一張照片 太多張照片了 各位 不是嗎 不好意思 我現在確認一些事情 民團覺得北門也非常重要 不是 那個 那個寶軒 寶軒 寶軒 我在敘述一件事 對 我在敘述一件事 不是 我在敘述一件事 各位 各位 我是台北市民 讓我講他 已經幫大家留心了 在這個場合 像現在所有的民間團 都覺得北門重要 但曾經在民事審議會上面 發生過以北門 各位 三秒鐘 三秒鐘 那張照片就出來了 各種髒話 各種以北門 把北門打擦 那張照片有 所以我要講這個 我在講 然後自己本人在場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 第一個 我是台北人 我是誰都尊重 包含三境 包含北門 好 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想想看 一個北門的北邊 只有三公尺 我用想像的 蔡元良教授 有一天 用了一個字眼 大家也不喜歡 她說方案十一 在美學上 是 是是是 她用的字眼 各位還記得 再回到一件事情 方案十一是誰提的 我清楚的在場 是第二次 就是文資審的倒數 五秒鐘 林小姐 您拿著一張圖 放在主席前面 李前郎老師說 那 方案十一 一定要討論 當時 老實講 我都還沒看到 方案十一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覺得 這就是好台北 好態度 所以今天一件事情 剛才 吳委員 您說 就是 到底民團 有沒有說 要提方案十一 或者說是 要移不要移 那我回到 我今天的最後 十秒鐘 我要講的是 我覺得 移 移的好 就是好 移 移的不好 就是不好 為了一個城市的發展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好好的 討論 到底好不好 而且 這個是 2016年的決定 這個2016年的決定 有2016年的現在 所有的狀況 我替交通局的朋友們 講一句話 你們難以想像 他們的工作時間 任何一個概念圖 它有方案 2A 2B 2C 2D 任何一個概念圖 它有5A 5B 5C 5D 11等等的 我要說的是 今天 請互相尊重 原因是 沒有人亂講 沒有人不在意 包含 各位朋友 所以整個 因為剛才張老師 問我 直接 當著60個人的面前說 這是不是我的門戶 答案是 我 如果是台北人 這是我的門戶 可是我在我的工作 方位的時候 我盡我的利益 跟我的同事 謝謝 我們可能還有一件事情 不能討論完 那我先試著做一點點整理喔 第一個事情 我覺得到現在 我們還是要不去面對 現在的交通情況 那以一些專家的發言 我目前為止聽到現在 我聽起來現在是 有發現到人需求 但是有很多人提到 交通減量的可能 而且也許不是那麼久 或者說我們也許可以 承受一點獨摘車 當然這個從事主的立場 我的聽起來是 我的立場的總結 也是我們在地步上發現了 這個會有一群很明顯的 受害的人 每天經過條路的人 他們可能 我們會面臨一定程度的抗 抗議等等的 那 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先修在這邊 就是說 制度的立場 希望可以有發現到 至少在暫時的規劃上 要維持那個發現到 是我們交通局 在專業上的一個要求 好 那當然他有沒有一個 再縮減的空間 或者讓大家忍受 載車的空間 暫時性的忍受是有的 只是說 一照聚專業立場來講 會非常不建議做這樣子的決定 好 這是交通發現到的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 我聽到現在確定的是 只是民間團體也不覺得 你們的實議案 是你們最好的方案 你們只是認為這個方案 是一個暫時性 可以讓北門跟參與都不足 然後可以 試著再去找到一個 更好方案的可能 那他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案的原因 包括剛剛 蘇發局跟文化局所提出來的 我們還是都希望北門廣場可以更大 因為北門的土地範圍 以及北門的重要性 是民間團體也很重視的 所以能夠讓北門的廣場變大 而不是因為現在現在我媽建造 所以必須把北門變成一個 恰常的載的載 不是你們非常喜歡這部方案 這個是第二個共識 好 然後以及第三件事情 我想確認沒有實議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方案 都化學區塊的方案 要把三級參庫遷移的這個部分 它是有可否履性的 因為剛剛民間有特別提到 底下的一個格陣的設計 所以如果 所以我聽起來 我覺得那個意義就是說 我們現在遷移了 然後我們有了立即的 美能廣場的擴大 這個是中方都覺得有好處的事情 那如果未來 有一天我們的交通可以減亮了之後 三級是可以移回來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蘇發局剛剛試圖遍布現在的方案 也是一個未來還有機會 找到最好方案的可能性 好 目前重點到這邊 那有沒有要補充的 我想要說 今天的很多新的進展 其實是爭取的結果 對 包括說 開始我們的 市府大會重視三級 然後試圖說 即便要以他 也幫他想了一些套路 這個我必須要說 是爭取出來的結果 那麼剛剛現場發生的一件事情 我認為也可以來跟大家討論 是說 局長說了 我們講北門不重要 其實我從來沒有講過北門不重要 包括我們的審議上面 我們也沒有說過 有說過 有叫做 好 那如果要進入那個爭辯的話 我覺得好像是要另外來拍 如果我們有說過 那是因為在所有官方的報告裡面 都在強調北門的重要 而沒有講三級 那明明是一個關於三級 要不要輕盈的討論 所以我們認為 如果真的有類似的文字出現 是因為在這個脈絡下 我們在說 為什麼北門要把他提的這麼重要 而三級都沒有他所謂的價值出現 這個我要澄清 那麼包括民間團體的校囂 譬如說剛剛局長說了 我們就開始抗議 我覺得要看到一點是 民眾是不習慣有麥克風 在這個過程中 也經常是沒有被附於麥克風的 我們只有三分鐘 當然爭取的話 願意給他十分鐘 但是這個都是爭取 然後必須要用一種 比較大聲的方式去爭取到 我們要講話的這個過程 我認為是另外一個意義 要可以面對 對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說 我們不要假想說 誰在支撐誰 既然今天走到這裡了 那麼所以不要說 我們民團提出的方案 就要犧牲那一些 正現在正在進步 經過中校潮的人 這實際上大家也看到 我們也願望向未來 有所謂的交通減量 但是我們也還是 把我們的方案化的發現到 是因為我們已經聽到了 交通局在出的理由 我們自己也都是用路人 不是文字團體 我們是市民 我們騎機車開車 我們會經過 我們知道 對 用路人 他沒有參與這個 就是他 今天可能沒有很多 他的經驗進到這個現場 那麼所以 希望我們 學長不要說 我們好像正在提升誰 那麼可能可以回答說 為什麼我們要談 居民被提升 那是因為 在這個現場 我們直到 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討論居民 但是他們對這些 其實沒有聲音 在過去的程序裡面 不想從談了 就是是否在處理 居民暗示這件事上 其實是有壓力的 不是沒有 以上 那麼另外再講說 建議可回覆信 還是要說可回覆信 是在不斷爭取裡面 跑出來的一個可能性 但是就看到是美頭車站 對不對 他要回來了 但是 也發生了 對 那這個也是有必要 要讓大家知道的 那還有任何 委員要做什麼 提交或是什麼 補充跟討論 我剛剛發現 我自己還漏掉一點 是說 因為在談這個交通 可能在行動線上 大家有一些 議事方案的討論 那我剛剛聽到你說 從這邊的那個 第二案的版本 特別停掉的是 北城的南方 的那個 人行空間的可疑性 不會被 呃 臨時的那個 呃 圍繞北門的 發現道 分成直線道 四線道的狀況 並切斷 但是明天團體有提到 市府未來的方案 如果是發現道 橫跨切開北門 三井也切開北門 跟鐵道裡的話 那從捷運站出來 的話 要走到北門 的這件事情 在人行動線上 是一個 比較不好的 就是這個地方 也做一個 一個整理 大概在人行動線上 沒有的方法 這個 那如果沒有 沒有人有任何 再多的 建議 不是 欸 請請一下 那現在已經十點四十 四十燈了 齁 好 好 那這樣我們今天很感謝 各位好朋友 還有很多學生的專家 都給我們到十點四十燈齁 真的是 大家可能靜靜靜靜 如果有需要 我們可以再多多溝通 我相信 市民這邊也很願意 做我們的 跟年輕朋友 來溝通 那也非常感謝很多的專家學者 給我們開最初的公司會 那我們今天先暫時告一段落 這一個忙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各位那個 餘問的那個 男兵還有他 大概就往最前 前門的那個方向走 好 謝謝 從這一側的方向走 謝謝